024韩国最新悬疑惊悚骗白雪公主必须死上线了 该片改编自德国作家内尔的同名小说 被评为德国最佳惊悚推理小说第二名 故事发生在一个偏远的山村 两个漂亮的女高中生在仓库里和同一个男生约会 突然电话里传出了两人的惨叫声 凌晨警方接到报警赶到了现场 仓库里遍布着大滩大滩的血泊可并没有尸体 勘察员告诉选局长现场的血迹是两个人的 从出血量看两个被害人没有生还的可能 其中一个被害人叫多恩是他奶奶抱的紧 另一个可能是他的同学宝英 仓库外面停着一辆沾着血迹的轿车 车主叫高昌如但开车的人是他儿子高正宇 村子不大居民相互之间都很熟悉 高正宇一家正是选局长的好朋友 警察们迅速包围了正宇家 进去时正宇还在宿醉酣睡中 一脸懵逼的正宇被压上了警车 他的叔叔选局长此刻也无能为力 正宇刚刚高中毕业 他是班长也是成绩最好的一个 还高分考上了医学院 几个好朋友约好了今晚去他家庆祝 正宇在去采购的路上看到了同学多恩 多恩很漂亮租住在正宇家的房子里 虽然不知道他哪来这么多钱买高档衣服 但并不妨碍正宇喜欢他 女同学宝英很喜欢正宇 多恩的风言风语很多 他不想正宇和他在一起 正宇和宝英吵了一架不欢而散 他的心情不好于是取消了和同学的聚会 自己一个人在家喝闷酒喝到断片 警方认为正宇晚上11点半 约宝英和多恩去了仓库 借着酒精杀死了和他吵架的两个人 正宇想不起来昨晚的情景 但他坚决否认自己杀人 正宇的几个好朋友也被叫到警局询问 同学说本来约好了喝酒 但正宇联系不上多恩又和宝英吵架 心情不好取消了聚会 女同学内谦从小就暗恋正宇 他说晚上8点多看见正宇自己在喝酒已经半醉了 于是他就离开了 从同学提供的情况看正宇的确有酒后冲动犯罪的可能性 正宇的父母得到消息赶到了警局 他们自然不相信儿子会杀人 可现在的情况对正宇很不利 警方在正宇的房间搜找证据 被害人多恩的奶奶回忆孙女打电话说和正宇在一起 他还在电话中听到了正宇的声音 接着就听到了孙女的惨叫 宝英的父亲更是激动 从昨天就没有宝英的消息 他肯定被正宇杀死抛尸了 正宇根本不承认杀人只能上策谎仪了 但他只会喊冤坚决否认杀人 有目击者当晚看到正宇的车时向仓库方向 正宇被审了一天一夜依然否认自己杀人 但这时警方找到了关键证据 正宇的一双球鞋沾满了污泥和血迹 经过检验血迹就是多恩和宝英的 这就意味着他的确去过仓库甚至杀了人 警方的犯罪行为小组做了心理分析 宝英说多恩的坏话还和正宇吵架 而多恩不喜欢正宇拒绝了他的追求 在酒精作用下正宇内心的怨恨被不断放打 于是他冲动下杀了两人还藏匿了尸体 事后心内的防御机制加上酒精的作用 让他完全忘掉发生过什么 一个19岁的学生根本扛不住 警方不间断的审讯和诱供 已经崩溃的正宇只能按警方的说法录了口供 自己十点半约了宝英去仓库然后杀了他 接着十一点半多恩在仓库拒绝了自己的求爱 恼羞成怒下用搬手打死了他 正宇只能把心内的冤屈向母亲哭诉 自己什么也不记得但绝对不会杀人 可母亲也不相信自己的儿子 他的儿子就是个杀人犯 有了口供正宇被警方带到仓库指认现场 正宇压根不知道自己怎么杀的人 在警察的提示诱导下 他木然地做着杀人情景还原 用什么姿势杀人打了多少下 警察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宝英的父亲愤怒地扑上来询问女儿尸体的下落 顿时现场乱成了一团 积压期间只有内谦经常探望正宇 警方到现在也没找到宝英和多恩的尸体 正宇没有杀人自然也不知道尸体在哪 但警方还是起诉了正宇法院也做出了宣判 现场有超过三生的血迹 两个女受害者必死无疑了 物证是沾血的鞋和停在仓库门口的汽车 还有正宇的认罪口供 至于凶器扳手很好办随便找一把就行 但关键问题是尸体呢 没有尸体怎么能定性为杀人罪 鉴于证据链完整并考虑到属于酒后激情犯罪 由此正宇以谋杀罪被判了有期徒刑十年 正宇脑中不断回想着宝英和多恩的面孔 还有母亲失望的眼神和父亲悲伤的神情 自己没有杀人为什么会这样呢 正宇入狱后每天遭到育有的欺凌 一个19岁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只能忍受着侮辱和殴打 那天每个月都来探望正宇 这些同学都知道他喝醉了没有能力开车去仓库的 但正宇提出上诉也没有用 正宇依然遭受着育有的侮辱和殴打 那天依然每个月来探望他鼓励他 正宇现在只有一个心思 就是活下去为自己申冤 正宇的父亲坚信儿子不是凶手 可母亲一次也没来监狱探望过儿子 连母亲都认定儿子是残暴的凶手别的人了 只有那天相信正宇 连正宇父亲去世的消息也是他带来的 第六年的时候正宇依然被育有不断的殴打 再加上父亲的去世让他陷入了绝望 正宇真的坚持不下去了 正宇用牙刷饼割了万诞幸好被救了回来 经历过死亡正宇好像变了一个人 他不甘心被欺凌了 他积攒了六年的怨气在这一刻爆发了出来 他的第一站就咬掉了欲霸的耳朵 那天依然每个月来探望正宇 他越来越漂亮已经当了模特 他的事业越来越好已经开始拍戏了 短短几年时间那天就成了韩国最受欢迎的女明星 正宇也混出了名堂 他孤身一人干翻了监狱内所有的帮派 还得到了毒蛇的绰号 从此再没有人敢欺负他了 转眼十年过去吧 刚刚拍完广告的那天连鞋也顾不得换 正宇要出狱了 那天等了十年一直拍的今天 他希望此生能和正宇在一起 忘掉过去开始新的生活 正宇的桃花运不错呀 这么漂亮的大明星一直喜欢他等着他 不过正宇现在还没有谈恋爱的想法 他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祭拜自己的父亲 那天给他买了西服陪他去了河边 父亲的骨灰被洒入了河里流向大海 正宇祭拜父亲的时候 那天翻看了他的包 正宇在狱中获得了二级前功的国家资格证书 并且他苦读犯罪心理学 梦的解析 人类意识之谜这些书 看来他要找出真相的执念很深 那天不由沉思起来 首尔的街头一个警察正在暴揍嫌疑人 同事们好不容易才拉开情绪失控的卢尚哲 卢尚哲是年轻有为的刑警 可因为未婚妻的死他变得极端暴力 为此被多次投诉上司 只能把他下放到小山村警局担任组长 那天和正宇开着车回小山村 去报道的卢尚哲也停在了他们后面 两人正聊着的咣当一声车被追尾了 一辆小货车撞了卢尚哲的车 造成了三车追尾 卢尚哲想下车找货车司机理论 对方却一脚油门逃逸了 撞了警察的车还逃逸这是活腻完了 卢尚哲二话不说开车就追 那天和正宇不知道三车追尾 还以为卢尚哲逃逸呢 他俩也一脚油门追了上去 卢尚哲很快追上了货车 司机一听卢尚哲是警察又一脚油门跑 这时那天也追了上来 正宇出狱后变得很文明礼貌的上前问罪 卢尚哲赶紧解释是货车造成的追尾 自己是警察急着去抓他 不过卢尚哲买的清酒碎了一车的酒味 正宇根本不信他是警察当即要举报酒后驾驶 卢尚哲没办法留了电话和保险号才脱身 这两人在误会中第一次相识了 卢尚哲抓到了陶一司机去山村警局报道 他就在选局长的手下工作 选局长有个患自闭症的儿子 单身一人照顾他要花不少钱吧 正宇终于回到了自己家 他家原来是开饭店的 但他父亲去世后饭店就转给了别人 母亲依然留在饭店里干点杂活 受害者保婴的父亲天天在饭店喝得烂醉如泥 喝多了就欺负正宇的母亲 但自己儿子杀了人家母 母亲只能忍受着为儿子赎罪 只有外来务工的和雪同情母亲照顾着他 那天把正宇送到饭店 他还要回去拍戏只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正宇进了饭店恰好看见母亲被欺负的一幕 保婴父亲愤怒地扑过来 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保婴的尸体 连葬礼都没办法举办 母亲把正宇推了出去 自从正宇成为凶手的那天就不是自己的儿子了 母亲要留在这位儿子的行为赎罪 村民们也不接受正宇不准他留在这里 这个家已经抛弃了他 正宇孤独地走着不知道去哪里 这时却碰上了高中的好朋友大毛 大毛把正宇回来的消息告诉了另一个同学小毛 小毛邀请两人去镇子上给他们接风 这几个人高中是最好的朋友 但正宇坐了十年牢却没有一个人去探望过他 两人正走着撞到了三个小流氓 正宇出狱后本着不惹是不怕是的态度 笑了笑眉和他们计较 他回过头看见三个小流氓正准备抢劫一个路人 小流氓正准备敲闷棍的时候 正宇冲上去制止了他们 接着让大毛报警自己不想沾上心 小流氓还想扑隆扑隆的时候 卢尚哲和几个警察冲了过来 原来小毛当了警察正在和卢尚哲喝酒 这是正宇和卢尚哲的第二次见面了 第二天正宇去见了选局长 选局长建议他领着母亲离开这个村子开始新生活 还给他介绍到首尔的一家建筑公司上班 选局长一直把正宇当侄子看待 不希望他在这遭受歧视 正宇把选局长的意思转告给了母亲 母亲坚决不离开村子 他让正宇去首尔工作永远不要回到这儿了 就算自己死了也不要回来 正宇知道母亲是为了自己好 但他有深深的执念会离开这个地方吗 清晨选局长的儿子阿苏来探望正宇 两人一直和亲兄弟一样关系很好 正宇回来他送了一幅自己画的画作为领悟 但阿苏似乎也知道和杀人犯不能深交匆匆走了 正宇打开阿苏的话 仓库门口停着一辆轿车 还有一个男人离开了仓库 这不正是十年前杀人的那个夜晚吗 正宇要找到当年的真相 他更不能离开这个村子了 与此同时母亲也像往常一样给饭店进货 大雨中他进了一栋公寓楼 接着他上了楼从连郎穿过去准备买东西 可是突然 男人从天桥跑下来慌张张地逃走了 母亲也被送去医院抢救 警方赶到现场询问周围的商铺和行人 人们都认为下雨陆华母亲是意外失足 可组长卢尚哲却不这么认为 明警老金很不服气 本来他要升职组长的 可卢尚哲从重案组空降过来抢了他的位置 警察查看了行车记录仪并没照下有价值的东西 母亲跌落时雨下的震大 这个过街天桥很少有人走 再加上行人打着雨伞遮挡了视线 所以没有任何人看到事情的经过 天桥的地面又湿又滑 老金和小毛都认为母亲滑倒失足跌了下去 卢尚哲却不这么认为 从蓝蛋的高度就算滑倒也不可能摔出去 另外母亲刚买了新衣服水果等也不可能是自杀 绝对是有人把他推下天桥的 老金更不服气了表示根本没有证人能证明这点 虽然下雨没人看到但街上有监控了 卢尚哲立即派人调取监控 另外伤者的身份也确认了 小毛一看这不是自己好朋友郑宇的母亲吗 母亲被送入了医院 护士大毛也是郑宇的好朋友 他赶紧给郑宇打电话可怎么也没人接 郑宇没带电话就出门了 郑宇去了十年前发生命案的仓库 他暗恋的女校花多恩和暗恋他的女同学宝英 在当晚同时死在了这里 两人的亲人在电话中听到了惨叫 现场有超过三声的血迹 另一边黑衣男匆匆跑到医院更衣室 他就在这里工作 更衣柜的门上有他和儿子的合影 他竟然是民警小毛的父亲 大毛到处找不到郑宇只能通知了母亲工作的饭店 这个村子很小所有的居民都很熟悉 只有在饭店打工的何雪是外来人员 他很好奇母亲为什么有郑宇这么个杀人犯儿子 警察局选局长的儿子阿苏有自闭症也是郑宇的好朋友 他很不开心别人这么评价郑宇 最终两人在仓库找到了快崩溃的郑宇 相信郑宇不是凶手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患有自闭症的阿苏 另一个就是从小暗恋郑宇 现在已经成了一线大明星的内谦 郑宇坐牢的十年里只有内谦坚持每个月都去探望他 内谦也知道了郑宇母亲出事的消息 他顾不上参加粉丝会匆匆赶往山村 何雪驮着郑宇小兔子一般赶去了医院 母亲摔得很厉害还没醒过来 村民们都认为郑宇不是个东西母亲住院都不来 杀人犯就是杀人犯一点人性都没有的 郑宇此刻哪有心情和他们计较 虽然母亲不认自己这个儿子了 但郑宇知道母亲只想为自己赎罪 想让自己开始新的生活 母亲的伤势很严重 他掉下来正好摔到头部造成了外伤性硬磨下出血 颅骨肋骨持骨多处骨折 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 郑宇脑中马上浮现出一个有嫌疑的人 就是被他杀死的女同学宝英的父亲 另一边警局已经拿到了马路上的监控 查看后发现一个可疑的黑衣人一直跟着母亲 母亲跌落后他匆匆的跑了 关键雨下的这么大他拿着雨伞也不用 这个黑衣人很有嫌疑 小毛看到这熟悉的身影顿时不淡定了 卢上哲注意到他的异常 你是不是认识这个人 小毛连连否认没见过 男人戴着一顶绣着标志的帽子 这时其他警察也认出了是小毛父亲 这些人都沾亲戴故地自然替他掩饰 几人取出了同样的帽子 山村宣传帽人手一顶 小毛赶紧招呼着同事出去吃饭 他却留下来查看着监控 绝对不能让人知道是自己父亲干的 小毛拔下优盘就准备毁了他 卢上哲质问着小毛为什么要删掉监控 你一定认识这个男人对不对 小毛没办法只能交代了这个人是自己父亲 卢上哲很震惊 你认出他就应该告诉我 他现在只是有嫌疑可毁掉监控性质就变了 现在不得不怀疑就是毛父推下去的 小毛为父亲辩解着 父亲一直很喜欢正宇的母亲不会这么干的 处于回避原则卢上哲让小毛留在警局 自己带人去找毛父 郑宇从医院出来想去饭店找宝英爸爸质问 在公车上正好碰到了毛父 他和毛父聊着母亲的状况并坚信着绝对不是意外 他用尽一切办法也要找到这个肇事者 毛父心里有鬼听的害怕呀 毕竟郑宇在人们心目中是个杀人犯 这家伙要是犯起魂来还不把自己宰了 吓得毛父还不到站慌忙下车了 毛父打了辆出租车去了饭店 骚婆看到这个毛公鸡竟然舍得做出租很是惊奇 毛父和宝英爸爸喝着酒聊着风花雪月 郑宇母亲是个好人可惜生了个杀人犯儿子 被害人的家属折磨他取了似乎很合理 何雪很奇怪 他在仓库看到郑宇哇哇的哭哇哇的喊冤 按道理说都坐过牢了他这么委屈干嘛 何雪大大的眼睛充满了小小的疑惑 村里的人为什么对母亲的遭遇这么冷淡 如果说郑宇是杀人犯呢 为什么不交代尸体在哪 警方为什么十年还找不到两具尸体 要为他开脱一下 他表示监控并不能说明毛父就是肇事者 找他问话可以但不能采用审讯手段 另外小毛不用回避可以参与这起案子 毛父几个人还喝着呢 突然骚婆见鬼一样惊叫了起来 原来是郑宇来了 一个杀人犯出现在眼前确实挺吓人的 但村民们对他更多的是歧视 仿佛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藏在他们心中 郑宇质问着宝英爸对自己母亲做了什么 如果真动手3.5个宝英爸也不是郑宇的对手 毕竟郑宇在监狱锻炼了十年还获得了毒蛇的绰号 郑宇压着怒火宝英爸的火气更大 自己女儿被杀害连尸体都找不到 我揍你一顿怎么了 你的妈妈受伤了你感到痛 我们女儿死了就不痛了 你是杀人犯不应该受到这种报应吗 就这一下换我的花立马躺地上 直接开始选车是奔驰还是宝马好呢 不把他医保卡赔的欠费绝对不起来 郑宇没有躺转的意识任凭鲜血流下来 骚婆一看不好赶紧拉着宝英爸走人 等对方反应过来你多少退休金都不够赔的 两人刚刚离开警察就赶到了 小毛紧张地问父亲上午在什么地方 毛夫明显知道小毛问的是什么 毛夫一直重复着不是我 难道不是他干的他看到了什么 郑宇很吃惊不敢相信是毛夫干的 毛夫一直喜欢自己母亲一直照顾他 他为什么要把母亲推下来呢 骚婆把宝英爸送回家也很纳闷 没人报警警察怎么来了呀 宝英爸眼神闪烁地回了家 警局里卢尚哲询问着毛夫事情经过 毛夫开始并不承认自己跟踪母亲 看了监控他改口说在马路上碰到了母亲 自己喊他可对方没有听见 他怕迟到就和上雨伞跑去上班了 但卢尚哲问他有没有上天桥时毛夫慌了 毛夫看起来知道些什么但不敢说 卢尚哲还想问选局长打来电话制止的问询 他只能问了毛夫最后一个问题 卢尚哲此刻才知道郑宇有这么一段经历 他找出十年前的卷宗仔细看着 在没找到被害人尸体的情况下是凭口供定罪的 村里的熟人都认定郑宇是凶手 只有外人才能觉察出一点 外来的和雪也充满了疑问 他好奇地问阿苏郑宇能把尸体藏在哪 有自闭症的阿苏却突然激动起来 好像被问到了最敏感的深处 阿苏不由分说赶走了和雪 阿苏掀开了画布 仓库里一个男人正在对女人施暴 身后站着一个女人冷漠地看着这一幕 阿苏知道些什么呢 晚上卢尚哲在选局长家门口碰到了郑宇 他警告着郑宇千万不要乱来要相信警方 这话别人能信 唯独郑宇不信 两人进了屋却看见小毛夫子也在 毛夫告诉郑宇他看见母亲是自己摔倒掉下去的 如果毛夫说的是真的他当时为什么不报警呢 母亲和他关系这么好 为什么要独自走掉呢 郑宇不相信卢尚哲也怀疑 可选局长定了调子要相信毛夫的话 如果怀疑的话就等母亲醒过来说出真相 郑宇不得不屈服是自己给母亲带来的麻烦 大明星内谦电话联系不到郑宇 他熟门熟路地进了郑宇家 一切都和十年前一样没有变 郑宇回到家看到内谦流的字条和做好的饭 一股暖流涌上他的心头 全世界只有内谦对自己真心真意 最令郑宇不能理解的是警方为什么找不到保英和多恩的尸体 他希望选局长重启调查找到尸体 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是冤枉的 可选局长已浪费精力和资金不足的理由拒绝了 郑宇又遇见了当年办案的老金 正是他逼迫自己按警方的意思写下了供词 年轻的郑宇什么也不懂也承受不住非人性的审讯 十年的青春换来了十年的冤狱 父亲悲伤过度早逝了 现在母亲又不明不白地摔成了重伤 整个警局整个村子的人都对郑宇充满了深深的恶意 如上哲也感觉到了这点 远离村子的深山里一个遛狗的人正打着电话 狗子却挣脱了绳子跑向了下水道 主人追过去狗子雕出了一根长长的骨头 十年前的那天 郑宇和几个关系最好的同学偷偷拿了爸爸的车钥匙 他们开着车肆意地玩乐着欢笑着 可郑宇一扭头副驾驶上的同学不见了 再一回头连后座上的同学都不见了 他吓得一脚刹车跺下 已经死了的宝英直挺挺的男在车前 这个噩梦足足缠了郑宇十年 真凶究竟是谁 两个女同学的尸体又扔到哪里了 他出狱后寻找着真相同时又调查着谁想害死母亲 可村里的人憎恨厌恶他这个杀人犯没有人愿意帮助他 从首尔重案组调来的卢尚哲觉得事情并不简单 但当地的警察村民通通一气 卢尚哲只能跟着郑宇期望找出其中的秘密 郑宇查到母亲被人从天桥推下前正在买牛肉和衬衣不可能自杀的 卢尚哲当然知道这点 他甚至对郑宇是杀人犯的说法都有怀疑 可唯一的知情人毛父却是同事小毛的父亲 他不敢开口警局选局长又包庇着他 卢尚哲明白整个村子的人对郑宇一家充满了恶意 母亲差点被害死所有的人都有嫌疑 可他一个外来的警察有能力揭开其中的真相吗 大明星内谦接了一个新剧将饰演女主角白雪公主 这部戏会让他的演艺事业更上一层楼 内谦拜托经纪公司的经理把郑宇的母亲转到了高级病房 经理看着衣着普通的郑宇又奇怪又生气 这不是内谦的男朋友吧 内谦的星图一片坦荡可不能让这样的男人耽误 内谦连忙向经理解释他和郑宇只是好朋友 邦邦他母亲是应该的 经理更奇怪了 内谦对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感情这么尽心尽力地帮他 毛父是医院的清洁工人一直喜欢郑宇的母亲 郑宇知道他看见了事情经过 请求着他说出是谁把母亲推下了天桥 但毛父却很慌张让郑宇离开这个村子 一切事情都是这个杀人犯引起的 毛父还是感到了不安 他给赵世哲打了电话匆匆坐上公车去了他家 但他不知道郑宇一直在跟踪着他 与此同时 卢上哲重新梳理着母亲那天的活动轨迹 母亲买完牛肉去了服装店 在那用了半个多小时为郑宇挑选衬衣 那么赵世哲是从哪开始跟踪他的呢 卢上哲环视着四周 他注意到一家小超市的监控 恰好能照向母亲经过的路线 他调取了监控在画面上发现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进了超市买了一罐饮料 而郑宇的母亲也从超市门口经过去了服装店 女人看见母亲立刻跟了出来 还掏出电话打给了某个人 卢上哲把女人的样子照下来发给了小毛 小毛一看这不是骚婆吗 她也是一直死不见尸的宝英的妈妈 骚婆是的保险经济村民一直对她疯言疯语的 宝英爸嗜久如命不工作 骚婆在外面挣了不少钱 但两人的关系似乎并不融洽 而且骚婆对宝英也不关心 宝英被杀害爸爸悲痛不已 可骚婆并没有母亲该有的伤心欲绝 当年宝英还多亏郑宇一家的照顾才能吃顿热壶饭 毛富匆匆跑到了宝英爸家 他实在受不了了开始质问宝英爸 宝英爸当然不能承认 毛富激动的说郑宇马上就要离开村子了 你就不能再等一天吗 你推下了他的母亲他反而不走了 毛富表示看在死去的宝英份上替他保守这个秘密 但那天宝英爸穿着和自己一样的衣服帽子一定要扔掉 因为警方已经从监控中看到嫌疑人了 村民老白头建议毛府去报警 可毛府却不可 如果报警正是宝英爸是肇事者 那郑宇更不会走了会在村子里住下来 村民们绝对不会容忍和杀人犯生活在一起的 卢上哲又买保险的借口把骚婆约了出来 他装作和对方留联系方式查看了他的电话 那天骚婆看到母亲后立刻给宝英爸打了电话 宝英爸一直痛恨郑宇一家 他很可能为了报复把郑宇母亲推下了天桥 卢上哲回到警局让同事们重新查看监控 他们看了一遍又一遍终于发现了新的线索 母亲出事前宝英爸坐着出租车在另一条街区下来了 接着他就走向了服装店 卢上哲马上让手下监视宝英爸的行踪 村子里还有个外来的何雪觉得正与不像的杀人犯 他和选局长患有自闭症的儿子阿苏关系不错 他想邀请阿苏一起去散心 可阿苏死守着一幅画怎么也不让何雪看 何雪不知道这幅画画的正是十年前的谋杀惨案 何雪无聊的一个人去了隔壁村子闲逛 村子里有个大叔遛狗时发现了一根骨头 狗子说什么也不松口 他只好带回了家 何雪曾经是医学院的高材生 在医院实习的时候主任致死了一个病人 他心之口快地指出了主任的失误 一个小小的实习生不主动背锅反而说出真相 这是职场大忌不开除你开除谁 心灰意冷的何雪只能到处流浪来到了村子里打工 何雪溜达着看到了那条狗子 他兴奋地上去拍视频一扭头却看见了地上的骨头 但是观众大老爷里有很多学医的肯定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是人类的弓鼓也就是上臂骨头 而且是一个女性的 何雪是医学院的学生自然也看出来了 大叔告诉他是在废场房的下水道中发现的 何雪马上联想到了宝英和多恩谋杀案一直找不到的尸体 卢尚哲根据更多的监控视频确认了宝英爸始终跟踪的母亲 他应该就是谋杀未遂的嫌疑员 深夜宝英爸把作案穿的衣服匆匆收了起来 他趁着夜色出了门想把衣服藏起来销毁证据 郑宇一直守在门外悄悄跟上了他 同时他给卢尚哲打了电话说了这个情况 宝英爸到了山上开始挖坑埋衣服 郑宇却突然出现一把抢了过来 宝英爸是个暴脾气再加上对郑宇的怨恨直接就动手了 郑宇忍受着他的巴掌不还手 宝英爸一看赤手空拳不行必须抄家伙 他顺手拿起了旁边的份插就准备给郑宇来个前后通气 这时刺眼的灯光亮起警察感到 宝英爸已涉嫌杀人未遂被逮捕了 卢尚哲虽然对郑宇杀人的说法有所怀疑 但他并没有理由推翻这个说法 郑宇从警局录完笔录出来正好碰到和雪 他把人骨头送给小毛做鉴定 小毛听说骨头是在隔壁村发现的不以为意 也许是后山墓地被雨水冲下来的吧 但郑宇却上了心 他感觉这一定不是巧合央求着和雪领他去看看 对宝英爸的审讯开始了 宝英爸是个老油条 再加上和选局长的关系不错 怎么也不肯说 他极力否认监控上的人不是自己 这些村民都沾亲带过的卢尚哲也不能来应的 只能慢慢地诱导他 宝英爸知道选局长一定在审讯室外面听审 他叫嚣着两人是老关系了早晚会放了自己 宝英爸这么嚣张弄得选局长很难做 哪怕暗箱操作也要顾及手下人的想法吧 当着手下的面 他只能大意凛然地表示自己是正直的人绝对不会训死亡法 审讯室里的卢尚哲也加枪带棒地表示选局长下班了 就算不下班也公正联名得很 这下弄得选局长更下不来台了 他只能走人把审讯交给警察们 对付宝英爸这样的滚刀肉来应的不行 卢尚哲干脆买来酒买了肉和他喝了起来 对付酒懵子就要让他喝一瓶 一瓶不行就再来一瓶喝着喝着 他就稀里糊涂全说了 骚婆几个人得到消息也来了警局 警察肯定不能让他们进去 骚婆看到选局长呵斥着他不抓正宇反而抓宝英爸 这些人都是选局长的老朋友的自然口无遮拦 选局长面子上下不来只能义正言辞地表示要按正规程序 骚婆看着选局长的眼光充满了愤怒不相信委屈和失望 他的拳头紧紧地握着 这不像犯人的家属更像被骗炮后的愤慨 宝英爸在审讯室喝着小酒脸已经通红了 不管怎么说他对女儿的死一直念念不忘算是个好父亲吧 宝英爸在这边喝着骚婆在饭店里也喝得晕头丈毛 几人劝着他还不赶紧想办法捞人喝酒有什么用 骚婆却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众人商量着要不再去找找选局长 骚婆却像被踩到了尾巴一样 卢尚哲和宝英爸聊到了正宇 宝英爸醉醺醺醺的表示正宇长得不错 学习也好还被医学院录取了 他家还曾经是村子里的首富 可他却平白无故地杀死了宝英和多恩 他就是个典型的心理变态 说着就问卢尚哲要烟抽 卢尚哲赶紧跑出去问同事要了烟 一般嫌疑员要烟抽就说明心里松动要料了 宝英爸一连抽了几支烟 终于交代了那天的经过 骚婆给他打电话说 看见正宇母亲在买牛肉和衣服 宝英爸的火冒出来了 我女儿死不见是你却把杀人犯当宝贝 当即他打了辆车就飞奔到商业街 他跟着母亲到了过街天桥 恰巧毛父也在那儿看见了两人 宝英爸跟着母亲上了天桥拦住了他 自从女儿出事后 他就不停地欺负正宇母亲 母亲也认为正宇是个杀人犯 忍气吞声地为他赎罪 他夺过母亲买的东西扔下了桥 接着 宝英爸辩解着自己是失手 才把母亲推下去的 但卢尚哲明白他已经是蓄意谋杀未遂了 与此同时正宇和和雪来到了发现骨头的地方 正宇找了一圈并没什么发现 他告诉和雪这是自己第一次来这儿 他有感觉宝英和多恩的尸体就在这儿 正宇在废场房到处找着依然没有发现 和雪虽然有点害怕但还是很好奇 正宇是真的不记得尸体在这儿还是假装不记得 女人的第六感挺准的 和雪从内心觉得正宇不像凶残的杀人犯 他看到另一边还有个下水道让正宇下去再找找看 正宇爬进了下水道一脚就踩在一些骨头上 他的心砰砰跳起来 地上赫然是一具早已腐烂的骨架 再往旁边看是一件破烂的校服 上面还别着学生的名牌 上面的和雪很担心就给小毛打了电话 小毛告诉他正宇做了十年老肯定变得神经兮兮的不用担心 卢上哲听到两人的谈话很好奇 小毛把和雪发现骨头又和正宇去查看的事告诉了他 不过他觉得骨头是下雨从墓地冲下来的 十年前警察把那个村子搜了个遍根本没找到什么尸体 卢上哲一听如果真的正宇找到事故 他会不会破坏证据呢 他不顾小毛的阻拦立即赶去那个村子 正宇哆嗦着捡起名牌 上面正是宝英的名字 和雪在上面听到正宇的哭声 他好奇地用手机照了张相片 放大后看到是宝英的名字他也惊呆了 和雪赶紧打电话报了警 警局这边顿时乱套了 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不同 他们到底知道些什么又隐瞒了什么呢 老金慌张地把这个消息通知了选局长 选局长也赶紧让保姆看好儿子自己赶去现场 阿苏并没有睡着他慢慢地站了起来 阿苏又知道些什么呢 饭店老板娘抱怨着和雪没打扫卫生打过去了电话 老板娘只是听到隔壁村的名字就慌成了那样 他跑过去推行了喝醉的骚婆 有人找到保姻了 卢尚哲第一个到达现场钻进了下水道 他看到悲伤的正宇和保姻的尸骨 还以为对方在毁灭证据 可正宇的精神早已恍惚了 卢尚哲以为正宇做贼心虚按着他就是一顿暴揍 正宇果然是杀人凶手 可正宇呼地拔出了他的手枪 警察大部队赶到了现场 小毛的神情很紧张 他看到和雪似乎更加紧张了 剑石科在下水道整理着发现的尸骸 可从骨头的数量看只是一个人的 校服上的名牌初步表明这是保姻的骸骨 文讯赶来的保姻妈妈骚婆伤心欲绝 她哭得撕心裂肺谁听了都不由的动容 选举长其实挺烦的 但看着旁边围满了群众立刻表现出一心为民的样子 十年才找到尸体是我们的部族 我代表全体警察给您道歉 骚婆哭得更气惨啊 突然一口气上不来两眼一番晕倒在地 这简直是一场人伦惨剧啊 卢尚哲也很愤怒压着正宇去了仓库 当年他就在这里残忍地杀害了保姻和多恩 卢尚哲要刺激正宇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正宇当年被驱打成昭光指认现场就不知道多少次了 这是正宇为自己遭受冤屈的呐喊 可他无能为力只能求着卢尚哲找到真凶 卢尚哲其实也感觉正宇不像凶手 可他监狱都做完了还能再翻案不成 正宇依然不放弃说着当时的情景 他把车停在仓库门口和保姻吵架 保姻说正宇的女朋友多恩就是个寄命 正宇很生气地晃着保姻把他的手链都弄掉了 这是旁边的小毛突然激动起来 他扑过来制止正宇说下去 你杀了好朋友还有脸提他的名字 被小毛这么一搅和正宇卢尚卢尚哲的思路都被打断了 发现保姻尸骸的地方正宇从没去过 从来不去隔壁村也不知道还有这么个地方 小毛表示大家都是保姻的朋友就这么算了吧 不要再打扰他的在天之灵了 正宇说出了自己的疑问 小毛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还有个比小毛更激动的就是老金了 当年这桩无尸杀人案是他一手炮制的口供 他理所当然的认为正宇藏起了两具尸体 现在保姻的找到了那多恩的尸体呢 正宇强忍着怒火直勾勾地盯着他 如果不是老金当年的逼供正宇根本不会承认杀人 卢尚哲看着众人的表现越发感到这个案子并不简单 卢尚哲对选局长说出了自己的疑惑 正宇连杀两人又缜密地抛尸 可当时他喝的都断片了怎么可能做到 他是凶手却想不起尸体在哪太不合理了吧 选局长岔开了话题 卢尚哲又提出一个问题 按照司法程序杀人案差不多六个月才能宣判 可正宇从被捕到宣判只用了两个月又是怎么回事呢 选局长很不满卢尚哲的问题 快速结案也要被问责吗 怎么感觉你话里有话呢 卢尚哲是个职场子以为选局长是在照顾郑宇 选局长听了松了口气 我和郑宇的父亲是好朋友 换做你的话也会照顾朋友的儿子吧 镜头转到市政府办公室 议员盛杰时刚刚接受完媒体采访 他正在准备下一届的竞选急需民意支持 助理告诉他近期最火的新闻就是吴世安找到了一具尸体 盛杰时一看惊了 这绝对是提升形象的最佳机会 盛杰时立即非一般地去了骚婆家进行慰问 其实议员和她的丈夫都是这个村子的人和大伙都认识 骚婆见了她立刻眼泪鼻涕纷飞开始哭诉 她的女儿好不容易找到尸骨可凶手却逍遥自在 这个世界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 盛杰时大义领员的表示 我来这里只办三件事 公平 公平 还是他妈的公平 我会提议增加被害人家属人权的 骚婆一听顿时不哭了 俺家老头在警局关正的先把她放出来 上一集宝英罢谋杀正与妈妈未遂被逮捕了 现在正准备提交法院呢 议员一听这事我可不敢办 这不是咋我饭碗断我试图吗 骚婆脸立刻变得立马开始发疯 不管怎么说 盛杰时的这趟行程还是很圆满的 她高兴地让助理给自己捏着脚 今天至少能拉五张选票 可骚婆的脸却变了 她恶狠狠撕下了盛杰时的名帖 老娘我只能动用杀手锏了 另一边和雪去画室找阿苏玩耍 可阿苏心事重重地不让和雪进来 和雪告诉她在隔壁村子找到了宝英的尸体 警察还让郑宇说出多恩的尸体藏在哪 阿苏一听这个顿时狂躁起来 她发疯式地扔着东西 接着倒在地上抽搐起来 这是癫痫病发作 和雪慌忙喊着保姆过来开门 急救人员抬走了阿苏 和雪扭头看到了阿苏一直不让自己看的那幅画 阿苏紧张地抓着和雪 让她把画室里的画拿来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这属于我俩之间的秘密 医院院长条上瘾匆匆赶来了 她和选局长的关系可不一般 她戴着金丝眼睛温文尔雅 小小的眼睛蹭蹭冒着色眯眯的光芒 一般我们管这种人叫斯文败类或衣冠禽兽 她听说和雪是阿苏的朋友很是生气 阿苏怎么能随便交朋友呢 万一她说了不该说的话怎么办 借着她借口阿苏要休息把和雪赶了出去 朴上尹朴院长可是个老色批 她总是借着安慰病人摸摸人家的小手 沾沾人家的便宜甚至还更进一步 这天她刚送走一个小少傅收到一条短信 信息只有几个字 11年前是你杀的我吧 朴院长哆嗦了起来 是鬼魂来复仇了还是有人知道了自己的秘密 朴院长看着信息越看越害怕 是阿苏的新朋友和雪还是郑宇发的 他们都知道些什么 朴院长有个很厉害的老婆就是一元圣结石 她风流成性又不得不接受圣结石的监管 毕竟老婆是个政客不能让这种事曝光 朴院长还要不停地帮老婆捐款搞形式主义 她一面受着老婆的压榨一面浪迹花丛还要保守内心深处的秘密 朴院长活得够累啊 玄局长接到儿子住院的消息匆匆出了警局 可她并没有去医院而是回了家 保姆收拾画室的时候看到了一幅诡异的画赶紧把她叫了回来 玄局长看到这幅画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她一把火把阿苏画的画都烧了才松了一口气 阿苏画的究竟是什么呢 和雪溜进了玄局长家帮阿苏拿画 可画室里空荡荡的一张画也不见了 她又去了阿苏的房间还是什么也没有 不久前那幅画还在去哪了呢 和雪正找着身后却传来了声音 期待中的杀人灭口毁尸灭迹并没有出现 玄局长和蔼地问和雪偷偷溜进自己家干什么 和雪想起阿苏交代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于是他谎称是来帮阿苏拿书的 玄局长当场用阿苏需要休息为借口回绝了 甚至不让和雪再去医院探望 和雪只能满肚子问号地走了 玄局长问着朴院长阿苏为什么会犯病 朴院长告诉他看到陌生人或受到什么刺激就会发作 今天送他来医院的和雪会不会是原因 玄局长表示和雪只是个医学院的休学生不会的 但你还记得郑宇吗 朴院长怎么会不记得郑宇 十年前郑宇也要考医学院在朴院长的手下实习 朴院长表示虽然阿苏和郑宇的关系很好 但郑宇毕竟是个杀人犯也是导致他发病的因素 以后能不见还是不见 这两个人各自心怀鬼胎 尤其朴院长脑中总浮现出那条短信 这两个人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这一切郑宇还不知道 他现在只想找到证据证明自己的无辜 他翻看着高中时期的相册 那时他和大毛小毛宝英多恩还有内谦是最好的朋友 宝英内谦都喜欢郑宇而郑宇喜欢多恩 可多恩总有来历不明的高级衣服 并且对郑宇的态度越来越差 初是那天宝英上郑宇的车之前就一直在哭 还不停地说着多恩是个妓女 正好郑宇的车子没有了就停在仓库外面 而这一幕大毛小毛和内谦都看见了 本来几人约好晚上去郑宇家喝酒的 但郑宇和宝英吵架又找不到多恩就散伙 随后郑宇走路回家喝得烂醉直到警察破门而入 郑宇翻着过去的东西找到了加油的票据 他每次都加一万韩元的油而那天并没有加油 那天车子没有自己又喝多了 怎么可能开到隔壁村子抛尸呢 郑宇去加油站询问谁开自己的车来加过油 老板怒气冲冲地表示自己什么也不记得了 自从郑宇出事他都去警局做了几百次问询了 老板根本不是记不得而是不敢说 这时内谦跟着手机定位找到了郑宇 他要求着郑宇带着妈妈和自己一起去首尔 在这只有伤心和屈辱留在这的妈 你不能忘掉过去开始新的生活吗 去了首尔我赚钱养家你负责英俊潇洒 可郑宇根本不接受内谦的建议 再找到多恩尸体前我不会走的 女人只会耽误找证据的速度 郑宇还不能接受内谦他只想找出真相 内谦是真的喜欢郑宇 从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他就默默注视着郑宇一直到现在 可那时他还是个丑小鸭郑宇 只是把他当成朋友 现在成了大明星郑宇心里还是只有宝英和多恩 内谦喜欢郑宇到什么程度呢 他和导演谈白雪公主剧本的时候 都要用自己暗恋郑宇的经历当剧本 这对一个当红玉女明星来说可是大忌 你可以和小鲜肉或者富二代恋爱 但不能和杀人犯了 但内谦根本不在乎 郑宇坐牢时只有内谦一个人 十年如一日的探望他鼓励他 可郑宇依然不接受他的爱 晚上卢尚哲请同事喝酒套着郑宇的案子 酒过三巡再加上卢尚哲的吹跑 当年主办案子的老金打开了话匣子 能这么快抓到郑宇多亏了一个电话 多恩的奶奶给他打电话 恰巧两人在仓库里优惠 郑宇喝醉了好不容易找到多恩 他祈求着两人复合可 多恩很是烦他 多恩变心了觉得郑宇只是个穷学生 酒醉的郑宇忍不住出手打了他 多恩喊着要报警 郑宇一冲动就抡起了扳手 邦邦邦就把他打成了西瓜酱 但多恩和奶奶的电话没挂声音传了过去 惊恐的奶奶赶紧报了警 这才知道是郑宇干的 至于关键证据沾着血迹的运动鞋 也是老金找到的 可卢尚哲一提这事老金的脸色立刻变了 他甚至连现场的情景都不愿意说 一个新来的同事也想到了疑点 郑宇先杀了宝英 然后打扫干净现场 又把多恩叫去再杀了他 随即去另一个村子玩美气失 对于一个喝得都断片的人来说可能吗 老金赶紧插开了这个话题 可中案组出身的卢尚哲能看不出来吗 小毛也赶紧随着老金插开话题 卢尚哲的心里更是怀疑了 地内鉴定结果白骨就是宝英的 不过一物和更详细的结果 还要等科学搜查院的进一步鉴定 郑宇曾经提过宝英带着手链可现场并没有找到 另外宝英的衣服里竟然没有内裤 一个19岁的女高中生不可能不穿内裤上学的 如上折一下想到不能排除性侵的可能 当年宣判郑宇时可没性侵这一条 这绝对是个新的线索 小毛表情开始不自然起来 村民们聚集在饭店开着会商量着把郑宇赶走 何雪认为郑宇既然行满释放完全可以不找尸体的 找出尸体只会给自己添麻烦 这说明郑宇是真的无意间才发现宝英骸骨的 村民们才不管这些他们只想让郑宇赶紧走 有的人是内心藏着秘密 有的人是担心杀人案传出去地价会降 总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 何雪很奇怪发生命案的仓库 为什么不拆还要留在那呢 阿姨告诉他仓库是郑宇家的私产 他母亲不同意卖 当年仓库里有台推土机还有很多干草 学生们把那当成据点天天在里面玩 何雪一下想起阿苏晕倒的时候 他看到的那幅画 一个女人躺在仓库的推土机前鲜血染红了地面 有四个人正在冷漠地看着眼前的场景 阿苏画的是当时的情景吗 村民们喝完酒拿着家伙就去了郑宇家 郑宇表示他解决完眼前的事就会离开村子 就快打起来的时候 老白头的儿子大毛劝阻了他们 郑宇拉着大毛去了仓库 宝英从小父母不和经常挨骚婆和宝英爸的毒打 可宝英很要强从来没哭过 但出世那天他为什么哭得这么厉害 同学们都知道宝英的性格 他一定碰到了很严重的事情才会这么痛苦 大毛变得慌张起来推脱着不知道 郑宇又问了他一个问题 宝英哭着跑了以后去了哪里 你们几人晚上没去我家喝酒又去了哪里 你们有没有来仓库 我家一直待到天亮当年都跟警察说了呀 大毛表示不会再和杀人犯交往慌张的走了 郑宇更加怀疑 宝英死在仓库然后有人用他的车抛尸 车子要是平时就放在仓库里 同学们都知道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便开他的车 选举长下班回家一个不速之客早就在等着他了 骚婆很自在的吃着喝着他竟然知道大门密码 原来骚婆和选举长十年了 骚婆娇羞的说你原来叫人家小甜甜小骚骚 现在却叫人家宝英妈 选举长问着骚婆想怎么样 其实最后见到宝英的是他妈妈和选举长 他撞见了妈妈和选举长的好事愤恨地跑了 从此宝英再没有了踪迹 本来那天宝英说好和同学在郑宇家聚会的 骚婆才这么肆无忌惮把选举长领回家黑羞 谁知道被宝英发现还出了事 所以骚婆对宝英爸和宝英的死心怀愧疚 骚婆用这件事要挟选选举长把宝英爸放出来 可宝英爸对杀害郑宇母亲的事实供认不讳 选举长根本没有这个能量放人 骚婆顿时怒了 怀疑凶手另有其人的还有警局队长卢上哲 他回忆着郑宇的状态和知情人的态度越想越不对 从他们这个村子到抛尸的村子至少要15分钟的车程 警员小毛今早光线足路况好的情况下 开车去现场都用了20多分钟 卢上哲看着小毛慌里慌张的样子也没往心里去 他调出了当年的审讯录像开始梳理时间线 与此同时郑宇也想到了这点 他也掐着时间打了辆出租车开始推断抛尸过程 还有一个怀疑郑宇不是凶手的就是何雪了 他喝着82年的拉菲吃着三块钱一包的薯片开始寻思 阿苏有一幅画始终神神秘秘的不给自己看 哪怕犯病住院了也要藏起来 这幅画画的就是郑宇家仓库 一个女人浑身是血的倒在推土机前 旁边有四个人在冷漠的看着 何雪突然明白了 阿苏有自闭症不会和人交流 但是他一直相信郑宇不是凶手 甚至还亲口告诉自己不是郑宇干的 他一定看见了那天发生的事情 他很可能看到谁杀了宝英和多恩 甚至他还看到是谁把尸体处理了 阿苏是目击者 郑宇杀人案的唯一目击证人是饭店老板娘大毛妈 当年他在郑宇家的饭店打工 他的证词是坐末班公车回家 正好看到郑宇开车从仓库方向出来 他上车的时间是晚上10点33分 下车的时间是10点58分看到了郑宇 他对郑宇很熟悉绝对不可能看错的 并且郑宇的车子天天停在仓库门口更不会看错 从仓库到抛尸地的时间就算只用了15分钟 那郑宇到达废学校的时间就是11点13分 学校门口有铁门堵路开不进去 把一具重100斤的尸体从车上抱下来再拖到下水道口 然后再打开下水道扔进去再清理好现场 这个时间就算再快也要十来分钟 也就是说郑宇处理完宝英的尸体最早也要11点半左右了 然后郑宇再开车回到仓库应该是11点50分左右 这还是最理想最快的时间 你同学内谦可以坐证郑宇晚上8点多就喝得最熏熏了 一个人喝醉了动作只会更慢 但警方的侦办结论是郑宇11点30分到32分在仓库里又杀死了多恩 这个时间是错不了的 因为那时多恩和奶奶通电话并没有挂断 多恩说他正在和男朋友约会 接着奶奶听到了男人施暴的声音和多恩最后的惨叫 供词和目击证人的时间线完全矛盾了 也就是说抛尸的人不是正女 或者杀死多恩的凶手不是正女 他要不就是有个同案犯要不就是被冤枉的 卢上哲匆匆去仓库验证时间小毛却慌的一匹 仓库郑宇把时间线对不上告诉了他 除非自己会分身术才能同时抛尸和杀掉多恩 另外真凶肯定是熟悉自己人 他知道车子要是在哪也知道车子剩下的由最远开到什么地方 卢上哲作为一个警察肯定不能轻易下结论 尤其这些只是推测并没有铁证 郑宇强调着自己并没有杀人 两人吵得郑兄是何学也来仓库了 他告诉卢上哲阿苏好像看到了那天发生的事情 他描述了阿苏画的那幅画 画上的推土机十年前就不在了 所以一定是案发时的情景 卢上哲一听也很无奈 阿苏有精神疾病当年问询关系人都没问他 他说的话都没可信度何况画的话 或许只是他想象的呢 卢上哲不相信何学很生气 选举长和医院条院长都是心里有鬼的人 他们为了不让阿苏接触外人竟然给他转院了 一个和有夫之妇乱搞 一个似乎十一年前杀过人 他俩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清晨内谦又来到了医院 挺漂亮的小姑娘穿这身黑衣服真不好看 所以郑宇也被他吓了一跳 郑宇根本不接受他的好意 还催着他回首尔 那千别提多失望了 他看着郑宇的眼神很复杂 失望悲伤灰心怨恨交织在一起 他又一次拒绝了和那千回首尔 还把时间线不对的事告诉了他 并表示想申请重新调查此案 那千不由露出了震惊的神色 另一边和雪穿上衣服要去医院看望阿苏 他出门正好碰到玄局长 玄局长对他和自己儿子走这么尽早就心怀不满了 玄局长警告毛父和白头最近消停点 别给自己找麻烦 他会想办法处理正女的事 另外他让白头开除和雪 这个女孩子留在这里始终是个隐患 和雪去了医院才知道阿苏已经转院了 可嫖院长不告诉他转到哪也不允许去探望 和雪只能失望地离开了 但嫖院长却看到他衣服上装饰的小星星掉在沙发上了 嫖院长突然想到了什么捡起了这颗星星 和雪等红灯的时候却看见阿苏竟然坐在出租车里 他还换了个头型戴了眼镜 和雪不由奇怪起来 调院长不是说他病重转院了吗 和雪不知道这个男人其实是选局长的另一个儿子阿拔 他的精神正常刚刚留学回来 他才和郑宇几人是高中同学 人们一般称呼这兄弟俩为苏打饼干不好吃 卢尚哲把时间线不对的事情做了汇报 他认为这个旧案肯定有引擎和疏漏 刚说到这老金直接就蹦高了 卢尚哲解释着公交车时间不会出错 或移动公司的时间也不会出错 那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还有一个共犯 卢尚哲提出重新调查可被选局长否了 他的理由是证据不足 另外人手和经费也不足 卢尚哲只能退而求其次 我们总要找到多恩的尸体吧 老金这边直接给卢尚哲拆台 他把他的手下全叫了出去 我们有别的案子要盲没控管这些 年轻警员不明白局长为什么对这个案子不上心 一个老警员直接说出了真相 当年这个案子就是选局长和老金侦办的 他们为此还生了官获得了表彰 卢尚哲还不舍弃郑宇也来警局了 他作为当事人是有权要求重新调查的 老金当然不愿意还想揍他 选局长没办法只能让他来办公室 卢尚哲在后面偷偷露出了坏笑 换谁被冤枉杀人都会愤态的 何况郑宇坐牢时被人揍还差点死了 初遇又被所有人歧视针对遭受了数次死亡威胁 甚至母亲都被人谋害至今昏迷不醒 如此冠冕堂皇的理由郑宇还能说什么 看来让警方重启调查是不可能的了 这时选局长又收到了骚婆的短信 赶紧把宝英爸放出来 这是最后的警告 骚婆和几个朋友来探监 也不知道宝英爸知不知道自己头上长满了青草 他觉得自己谋杀郑宇母亲是应该的 还不是为了给女儿报仇 宝英爸是个九猛子还喜欢家暴对骚婆非打击骂 骚婆也是见这样的人管他干嘛 宝英爸叫嚣着出去后一定要干掉郑宇 选局长被骚婆逼得没办法开始操作了 宝英爸谋杀未遂的证据确凿自己也公认不会 选局长只能从审讯程序上找毛病 当初审讯时卢尚哲用的怀柔手法 给他买了酒买了菜才招供的 选局长抓住这点表示承送检察院不会受理的 这属于右供宝英爸无罪马上放人 接着他给骚婆打电话说了这个好消息 宝英爸一放出来就给白头打了电话 给我准备猎枪我要用 白头原来是郑宇家的工人 不但不感恩反而处心积虑的想把郑宇一家赶走 他立即答应了宝英爸 还让老婆赶紧把和学也赶走 这边还有个政府议员慎杰时 他平一近人吃个饭都要和客人合影打招呼 还要找最显眼的位置让群众看到他的和蔼 那选票不是刷刷的来吗 他今晚要和丈夫朴院长吃饭 朴院长比他小十岁两人的结合是各取所需 不过朴院长今天心不在焉的 他被杀人短信弄得六生无主 朴院长去洗手监视碰到了他窥视已久的小少妇 正巧这时他的手机又来短信了 盛杰时始终监视丈夫怕他搞外遇影响自己的仕途 他拿起手机一看短信内容是 十一年前你为什么杀了我 看来盛杰时也知道些什么 他立即把丈夫的电话放到了自己包里 宝英爸匆匆去了白头的饭店 他下定决心要干掉郑宇白头也给他准备好了猎枪 毛富吓得一个劲拦着两人 可两人根本不听他的劝阻 毛富跑回家想告诉小毛可是又不敢 与此同时郑宇找到卢尚哲请求他想办法重查案子 可卢尚哲也不太敢完全相信他 卢尚哲答应他会想办法调查 不过你现在赶紧回家以后少缠住 宝英爸和白头已经在郑宇家门口蹲点了 白头搞到的这把枪很干净杀了人也查不到来路 并且和宝英爸串通好了不在场证明 接着他下了车溜进了郑宇家 过了一会儿郑宇回来了 白头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郑宇还没进门就感觉到不对 毕竟他在监狱里挨了十年的坐步是白挨的 但他还是走进了屋子 他一进屋就猜到了来者是宝英爸 宝英爸冲出来用枪对准了他的头 不需要听什么辩解了直接开枪就好 郑宇碰到卢尚哲在追几个小混混 他抡着扫帚帮卢尚赶走了这些人 这是卢尚哲收到宝英爸被选局长释放的消息 郑宇不顾他的劝阻镜子回家了 卢尚哲预感到不妙也打了辆出租车紧紧跟了上去 郑宇刚进家门宝英爸的猎枪就顶到他脑门上 郑宇告诉他自己没杀宝英 丢弃宝英尸体的时间和多恩被杀的时间重叠了 除非自己有分身术才能杀人 宝英爸当然不信 郑宇竟然反过头呵斥起他来 宝英被杀你没有责任吗 案发那天他来我家痛哭不是因为你打了他吗 另外当时你在干什么呢 宝英爸恼羞成怒顿时扣下了肝肌 刚刚赶到的卢尚哲赶紧冲进郑宇家 宝英爸还是没胆量杀人子弹打在墙壁上 他还想开第二枪的时候卢尚哲冲进来了 宝英爸一枪拖放倒了郑宇仓皇跑了出去 他窜上白头的汽车两人逃离了现场 卢尚哲看到郑宇被打成这熊样就要报警 郑宇赶紧拦住了他 一报警宝英爸就是十年起步 他也是为了女儿算了吧 卢尚哲给郑宇包扎了伤口 我从认识你的第一天你就在挨揍 第一集到第六集你不是被揍就是在被揍的路上 六集了你不能像个男人一样反抗下 郑宇赶紧拒绝 可不能啊 我一还手就成双方斗殴了 卢尚哲处于一个警察的职责留在郑宇家保护他 另一边何雪很好奇的去了玄局长家 阿苏住院了怎么会在马路上看到他呢 玄局长下班看到何雪鬼鬼祟祟的在门口 为了证实阿苏确实住院了他把何雪领了进去 但一掉头竟然看见了阿苏 这是玄局长的另一个儿子阿达 玄局长也没料到阿达竟然从美国回来了 何雪闹了个乌龙不好意思的走了 这两兄弟是双胞胎骂竟然长这么像 何雪一走玄局长立刻变脸了 玄局长为什么对阿达这么过分 他把阿达送到国外不敢见人又是为了什么 他更是命令阿达不准去见郑宇 这一晚上发生了很多事 议员盛杰石也询问着丈夫朴院长短信是怎么回事 朴院长收到了两条短信 一条是11年前是你杀了我吧 另一条是11年前你为什么杀我 朴院长辩解着他什么样的病人都能碰到 这或许是哪个神经病发来的吧 盛杰石对朴院长的德行很了解 好色贪婪什么事做不出来 现在正是他大选的重要节点 死几个老百姓算什么关键事不能曝光影响生育 他嘱咐朴院长什么事也不要做 他会让手下查出处理调发短信的人 第二天卢尚哲起床正宇已经出门了 他在客厅里看到了那颗猎枪子弹 他用袖子裹着手捡了起来 有些据警察上手就捡也不怕破坏指纹等证据 这个镜头还是挺严谨的 卢尚哲出门看见两个学生正往墙上喷字 什么杀人犯滚出去之类的 两个学生看到卢尚哲还以为他是正宇 喊着让他赶紧滚出村子 他们父母说因为正宇住在这整个村子的地价都跌了 别的村子是差二代他们却是第二代 郑宇买早饭回来见到这一幕并不在乎 他已经习惯村民们的骑士了 他告诉卢尚哲不找到真相绝对不会离开的 卢尚哲也很共情 我一个外人都能看出所有人都在隐瞒什么 这个案子越往下挖对你越不利 最后吃亏的肯定是你 活着的人都如此冤屈 那死去的人在天之灵也不能安息 深渊之路是最难的 卢尚哲见郑宇这么坚持说出了心中的疑惑 宝英的诗骸现场只有校服连内裤都没了 一个19岁的女学生总该有手机视频小镜子之类的东西吧 这明显不合常理 郑宇翻出了上学时候的照片给卢尚哲看 宝英那天明明背着个紫色的书包 这个书包是他最喜欢的已经背了三年 这个书包为什么不在气势现场 他在哪里呢 看看照片上的七人组是七个小矮人吗 七个人里一直没出现在视野中的阿达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阿达一晚上喝了好几瓶酒 白的皮的羊的红的还有真露 选举长要马上买机票送他出国 还叮嘱着千万别出门 阿达喝着啤酒看着宝英诗还被找到的新闻 愤恨地把啤酒罐子砸在墙上 和雪也挺惨的 大清早老板娘就进门了 她表示饭店生意不好要辞退和雪 说着不给了和雪上个月的工资 和雪觉得太突然了 好好的为什么要辞退自己呢 老板娘情急之下说漏嘴了 和雪气不过去选局长家质问 只有阿达在家他还在不停地喝酒 当得知和雪是阿苏的好朋友 阿达拜托他去查查阿苏被转到了哪家医院 他自己去问别人不会告诉他的 和雪去了医院 条院长当然找借口不告诉他阿苏在哪 和雪一下看到自己忘在办公室的星星装饰品了 条院长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当听说和雪就住在饭店的二楼笑得更诡异了 条院长看着星星陷入了回忆 这是电话来短信了 内容是你杀我的时候有人看见了 条院长的汗顿石下来了 和雪刚出门短信就来了会不会是他发的 他追出去看见和雪手里正拿着手机 阿苏知道很多事情和雪会不会也知道了 但大庭广众下也不好硬抢他的手机 选局长只能把这事告诉了老婆圣洁石 圣洁石立即命令助理开始跟踪监视和雪 郑宇开始追查紫色书包的下落 他去了宝英家正碰上骚婆出门 骚婆二话不说就给了他一巴掌 郑宇果然是没事挨打体制 郑宇死死盯着骚婆也不说话 沉默的力量是巨大的 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 骚婆生怕郑宇不理智让他进了屋 郑宇问着那个紫色书包 骚婆还是认为郑宇是凶手 他19岁的时候就怀了宝英被家人赶了出来 他流浪到武川村的时候被郑宇母亲捡到了 母亲给他吃给他住 帮他接生骚婆才活了下来 母亲还把逃去首尔的宝英爸找了回来 甚至连现在住的房子也是母亲送给他家的 所以说母亲是骚婆一辈子的恩人也不为过 可是自从宝英出世后一切都变了 这十年母亲成了骚婆最想杀死的人 他和宝英爸不停地羞辱折磨母亲 而母亲只能不停地说着对不起想为儿子赎罪 骚婆的品行再怎么不检点也是个妈妈也是爱着女儿的 郑宇的母亲虽然认为儿子是个杀人犯 可他却一直用自己的方式为儿子赎罪 善良了一辈子的母亲更加伟大 骚婆不会相信郑宇是无辜的 他让郑宇赶紧滚出村子 郑宇见没什么结果只能失望地走了 宝英爸和白头还像没事人一样呢 宝英爸表示自己把枪藏好了 卢上哲也没看到自己的脸 白头担心地问郑宇如果报警怎么办 宝英爸想起了郑宇昨晚的话 宝英爸在女儿的死里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他是不是也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国搜院出具了最终的验尸报告 选举长和老金让家属领海骨可以下葬了 但卢上哲看了验尸报告却发现了一点 这段的意思就是宝英的额头被盾气击打导致死亡 但骨盆处也发现了损伤 隔骨就是大胯最高的那部分 一般都习惯性地念成恰骨 这儿出现骨裂大都是暴力因素 比如跌倒或殴打甚至侵犯 再结合宝英的内裤不见了应该有遭受侵犯的可能性 可办案人员却选择性地忽视了这点 老金表示内裤可能被雨水冲走了 可为啥偏偏冲走内裤呢 卢上哲很生气要亲自汇报给选局长 选局长也表示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卢上哲的坚持下他给法医打了电话 法医说确实有遭受侵犯的可能性 但没有其他辅证没法做肯定的结论 选局长立即否决了网这方面调查 卢上哲没办法拿出了猎枪子弹 宝英爸企图打死郑宇 他把郑宇母亲推下瞧证据确凿你为什么放了他 选局长早就做好准备了 他让自己的嫡系老金独自审讯了宝英爸 宝英爸当场翻供说卢上哲用酒肉诱供自己 自己喝醉了才交代杀人未遂的 所以选局长把他放了还号称保护卢上哲 原来韩国也双标啊 宝英爸喝醉了就无罪 郑宇喝醉了就有罪 卢上哲明知道这是个黑幕 但他有什么办法呢 另一边郑宇去医院包扎伤口 大毛心疼关心的都快哭了 这绝对是好朋友比自己受伤都难受 那天也匆匆赶来 他生怕郑宇在受到伤害 还要求他跟自己回首儿 郑宇趁机提出让小毛问问同学们 宝英那天有什么异常 可打了一圈电话 没一个愿意提供情况的 但那天却很有自信的说 他有办法帮到郑宇 其实这个案子有个很大的疑点 宝英五点和郑宇吵完架 跑了十点半才出现在仓库被杀 中间这五个半小时宝英去哪了 为什么没有人看到他的行踪 找出这段时间 宝英的踪迹对案子有很大的帮助 为了揭开这个谜题 卢尚哲去找了当年的班主任 班主任一口回绝了表示不知道 但是这届学生应该是他带过最有印象的意见了 班主任怎么会轻易忘记呢 正巧郑宇也来了学校询问班主任 有没有看到宝英和谁在一起 收拾他储物柜的时候有没有书包 班主任惊慌地表示自己什么都忘了 什么都不知道 接着慌慌张张地走了 两人都很奇怪 班主任为什么不敢回忆当年的事呢 郑宇总觉得选局长隐瞒了什么又去问他 儿子阿达因为在美国持有毒品被限制离境了 选局长想求助圣洁事也没人接电话 他正在气头上看见郑宇更是心烦 他让老金把卷宗拿过来让郑宇死心 已经完结的案件一部分证据在检察院 一部分在警局 其中有郑宇六点到八点在家喝酒的照片 和内签的证词证明他当天醉得很厉害 还有沾着多恩血迹的扳手 是在他家门口的垃圾箱发现的 车辆上宝英的血迹可以证明气失 但这些郑宇都没印象 记忆只停留在他在家喝酒 最关键的证据是郑宇的鞋子 因为那晚下大雨上面沾满了泥土 还有宝英和多恩的血迹 就是这双鞋子认定郑宇是凶手 可是说到这个证据的时候 选局长和老金都露出了奇怪的神色 郑宇是第一次见到这些照片 他疑惑到这双鞋是母亲给他买的礼物 可是买小了一个号郑宇从来没穿过 自己怎么会穿这双鞋去杀人呢 另外宝英的紫色书包去哪里了 他死前的那段时间去了哪里又见了什么人 选局长和老金根本不接这个茶响混过去 郑宇直接问了一个重磅问题 那天阿苏和阿达在做什么 郑宇就这么被扔了出去 而卢尚哲始终守在学校等着班主任下班 班主任被缠得没办法只好和他聊了起来 郑宇是他教过的学生里最优秀的 不但成绩好家里有钱人也很善良 他和宝英从小一起长大又是同桌 当时宝英家里条件不好 宝英八世的酒鬼天天家暴母女两人 宝英的学费午餐费都是郑宇给他拿的 多恩是从外地转来的学生 班主任只记得他长得漂亮 皮肤又白被同学们称为白雪公主 当年听说郑宇杀了两人 班主任万分不敢相信 但武川是个小地方人言可畏 传着传着就变成真的了 郑宇和卢尚哲忙着找线索阿达最熏熏的从家里出来了 他到了郑宇家看见满墙辱骂的涂鸦激动的去擦却擦不掉 他痛哭着懊悔着仿佛做了最大的措施 接着阿达去了小毛家 毛夫看到他吓了一跳 当听说他要找小毛时毛夫更慌了 他不敢让阿苏通电话自己打给了小毛 不过阿达还是听到了小毛要去饭店和大毛他们见面 小毛去饭店通知可以领回宝英的海骨了 毛夫却匆匆跑过去拉着小毛就走 他不敢让小毛见到阿达 可这时阿达已经找到饭店来了 众人见了阿达都呆住了 尤其大毛小毛仿佛见了鬼一样 女人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热情地招呼着阿达 大毛也立即变成了一副热情的样子 宝英爸倒是挺高兴让阿达过来喝一杯 可大毛父子小毛父子的脸色就像是便秘一样 小毛也装出高兴的样子要和阿达出去喝酒 却被阿达不客气地一把推开了 大毛也热情地邀请他出去聚一聚 阿达只是冷冷地看着他大毛顿时闭上了嘴 大毛他爹还想活跃下气氛 被阿达犀利的眼神也吓得不敢说话了 看着这两对父子阿达不由地大笑起来 只有宝英爸不明所以满脑袋问号 阿达实在不愿在这多呆起身走了 他一出门就挣脱了大毛小毛的搀扶 他嘲笑地看着两人 屋里的宝英爸也觉察到几人有什么事瞒着他 他去个厕所准备和两对老朋友好好聊聊 白头悄悄地告诉大毛爸爸 阿达回到家里的温室在土里疯狂地疤着 他疤出了一样埋藏很久的东西放入了行李箱 阿达在郑宇家门口终于等到他回来了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阿苏阿达和郑宇相隔十年见面都发自内心的拥抱 大毛小毛和郑宇见面都是假惺惺的虚寒问暖 相信粉丝大老爷们都看出什么了 不过阿达却不知道玄居长看到了温室的痕迹 这小子在土里藏着什么呢 他预感到不妙马上给大毛小毛父亲电话 无论如何把阿苏给我抓回来 另一边阿达扑通就给郑宇跪下了 郑宇不明白阿达做错了什么 阿达打开行李箱里面竟然是一个紫色的书包 宝英被杀是背的那个书包 郑宇打开宝英的书包 里面有作业本有笔带在然后就是宝英的手机 郑宇问着阿达这些东西怎么会在他那 阿达已经哭得气不成声 只会说着我太害怕了太害怕了 宝英的手机早就没电了 郑宇飞快地跑到杂物间找着充电线 十年前的手机都是老实插头的 郑宇找到了充电线插上电源 他不断地祈求着老天千万充上电千万充上电 让郑宇在这边冲着电纱先来看看何雪 在他的坚持下朴院长只能同意领着他去见阿苏 可他却不知道朴院长的老婆 甚结实派了手下一只跟踪着两人 在特种医院何雪见到了阿苏 朴院长一出去阿苏就问何雪找到那幅画没有 何雪说翻遍了他家也没找到好像被人收起来了 阿苏顿时急了 外面的朴院长一直在注意着两人 看到阿苏这么激动他推门进来 阿苏吓得立即闭上了嘴 阿苏祈求地看着何雪嘟囔着画画被朴院长听见了 何雪赶紧说阿苏想画画了 朴院长露出了怀疑的神色 阿苏厌恶地甩开朴院长的手回了病房 朴院长把何雪送出医院 监视两人的助理也是个二货 朴院长这次又调上了的机车女孩吗 另一边选局长急着出去抓阿达 刚出门宝英爸和骚婆却来了 两人想和选局长商量宝英葬礼的事 选局长心里着急可又不能表现出来 只好耐着性子听两人叨叨 郑宇这边终于冲上店开机了 宝英的手机里原来记录了这么多东西 郑宇正看着的时候大毛小毛的爹来了 他们按选局长的命令来抓阿达 两人鬼鬼祟祟地进了屋一眼就看到了阿达 阿达见到两人就像见鬼一样抓起宝英的书包就跑 他跑进郑宇的房间锁上门 小毛爹捡起地上的本子一看竟然是宝英的 他吓得差点没坐在地上 大毛爹一看也慌了 这要被郑宇看见全完了呀 他使劲地砸门要把阿达弄出来 正在看着手机的郑宇听到了声音 手机太重要了绝对不能落在别人手里 他把顶童的木条拆开把手机藏了进去 阿达见门快被撞开了 慌忙从宝英的书包里拿出一本书塞进了书厨 刚刚塞进去大毛小毛爹就撞开了门 大毛爹上来就抢书包拖着阿达出了房间 阿达也是个软脚虾不敢还手 但阿达的脑袋重重撞在茶几上晕了过去 郑宇此事跑进了房间 这下两个年轻人被两个老年人同时阵亡了 大毛小毛爹慌忙拿着宝英的书包背着阿达逃走了 两人把阿达弄回了玄局长家 见宝英爸也在只能说阿达喝醉了 宝英爸看见行李箱好奇的问是什么 大毛爹没有城府显得很慌乱 宝英爸更加奇怪了 这些人最近总好像有事瞒着我呀 大毛爹把宝英的书包扔给玄局长 我们晚到一分钟就出事了 幸亏郑宇刚回家没看见 玄局长也慌了让两人先回家他来处理 大毛爹不愿意了 我们一根绳上的蚂蚱 你想怎么办要让我们知道吧 玄局长也恼羞成怒发火了 两人越吵越凶 大毛爹赶紧把两人劝开 卢尚哲一直在想着班主任的话 班主任说上学时 郑宇和大毛小毛阿达他们好成了一个头 都互相在对方家过夜 可为什么郑宇一坐牢这几人 突然去留学去当兵没一个去探监呢 这难道不奇怪吗 正想到这郑宇来电话了 卢尚哲接起来里面只有微弱的呼吸声 坏了 郑宇出事了 还有一个人也在为郑宇忙糊就是内谦 他利用自己大明星的影响力 约了很多同学吃饭 他想知道案发钱宝英和郑宇吵玩架跑去哪里了 有同学正要说的时候大毛小毛来了 两人坐下就转移了话题 同学好久不见别说这些肇死理和 内谦也不好发作 只能冷冷地看着他俩 这两人眼神闪烁的一看就是做了亏心事 饭后大毛小毛劝着内谦别追究这事了 一个大明星和杀人犯在一起会被媒体乱说的 内谦告诉他们郑宇离开武川村去首尔是最好的选择 他让大毛去给郑宇母亲办理转院手续 让小毛去办宝英的葬礼 自己会说服郑宇去首尔的 但有一个要求 郑宇走后两人不能再和他联系了 大毛小毛巴不得这样赶紧答应了 卢尚哲叫了120把郑宇送去了医院 恰巧何雪路过他就拜托何雪去医院照顾 自己回了郑宇家查看 他一边检查着现场一边寻思 郑宇这是什么特殊体质 平均每集要挨揍2.3次 难道他偷着接了窗壳贴的广告不告诉我 再这样揍下去用不了几集就流血而亡 我不就成第一主角了 卢尚哲看到杂物间开着灯走了进去 他一进去就看到了那根老式充电线 他立即猜到郑宇正在给老式手机充电 卢尚哲翻箱倒柜的开始找起来 找了一个通宵也没找到手机的影子 卢尚哲累的坐在那只犯困 他一抬头看见顶棚的木条被挪开了 手机不会藏在里边吧 他伸手进去摸索着果然找到了宝英的手机 阿达也醒了 一下楼就看见玄局长面前放着宝英的书包 他跑过去抢过书包就要给郑宇 玄局长控制不住怒火骂着他到底怎么了 阿达也实在忍不住了 玄局长说郑宇坐了十年牢一切都过去了 以后好好生活就行了管他干什么 阿达失望地看着自己父亲 在我心中在郑宇的心中永远不会忘掉的 我现在就要去自首 玄局长冷笑地看着儿子收拾着书包 就凭这个书包和里面的笔带能成为证据吗 阿达看着他也不由得笑了 玄局长突然明白了 阿达手里不仅仅只有书包一定还有直击要害的证据 阿达当然不肯告诉他 玄局长一怒之下把他拖向了小黑屋 玄局长收走了阿达的手机把他锁在了小黑屋里 不说出证据的下落我就饿死你 如上哲翻看着宝英的手机 首先是他妈妈骚婆的短信 宝英和郑宇吵完架回自己家 正好撞见了玄局长和他的肮脏事 宝英愤怒地又跑回了仓库 接着就是宝英拍的视频 他跑回仓库时郑宇也回自己家了 于是宝英和大毛小毛阿达四个人在仓库里喝酒 如上哲看着视频震惊得不得了 当年三个人的证词都说没见过宝英 他们在撒谎 宝英死前最后见的人是他们 四个人喝的不少说着自己的理想 大毛想当个护士小毛想当个警察 阿达没什么理想混一天是一天 宝英的理想就是找个帅哥生个猴子远远离开自己的家 桌子上的酒喝完了阿达就要回家偷他爸爸的酒 视频拍到这就结束了 郑宇的伤势不重早晨就出院了 他一进屋就看见卢尚哲躺在床上等他还找到了宝英的手机 卢尚哲对郑宇的窝囊恨的牙灯都痒痒 你现在知道杀死宝英的嫌疑人是你最好的朋友吧 你的朋友欺骗你背叛你你却屁都不放一个 郑宇辩解着自己相信朋友 自己坐牢坚持下去的动力也是朋友 卢尚哲杀了郑宇的心都有 你坐牢十年没看你一次的也算朋友 你心里早就怀疑了只是不敢承认而已 你是不是还想把这个手机交给选局长 你觉得他儿子成了杀人嫌犯他会帮你吗 会允许重审案子吗 你知不知道窝囊两个字怎么写 郑宇心里根本接受不了被朋友陷害的事 他只能把卢尚哲推出去掩盖自己的无力 郑宇转过身突然看到书厨上放着宝英的英语书 他拿过来一看脸色立刻变了 别人的恶并不是善 他要做的就是找出真凶给宝英报仇 他把英语书给了卢尚哲 卢尚哲打开里面夹着一条内裤 宝英失踪的那条内裤 很可能是遭到性侵的关键证据 有了这条内裤就能提取到凶手的DNA 郑宇告诉他证据是阿达拿过来的 正在这时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选局长竟然来了 卢尚哲赶紧交代郑宇千万不能告诉他拿到证据了 否则一切真相都会被掩盖的 选局长就是担心郑宇拿到证据跑来探听风声 见卢尚哲也在这儿当然不方便问了 卢尚哲说郑宇家遭贼了自己过来取证 郑宇也说屋子太黑他没看清闯入者的样子 选局长这才将信将疑的走了 大毛小毛喝了一晚上酒 小毛一醒来就接到父亲的电话 阿达一直藏着宝英的书包 里面有本子和笔带 小毛一听这些东西根本成为不了证据不用担心 接着他收到了郑宇的短信 我家近嘴我被揍了一顿 小毛叫醒大毛商量着去郑宇家看看 正好说服他搬走 大毛小毛商量着对策他俩的爹也在发着牢骚 选局长以为当了警察局长就敢跟我们大呼小叫 正好何雪这时候回来了 本来选局长要把何雪赶走大毛爹也答应了 这时候他的倔脾气上来非和选局长对着干 何雪你愿意在这待多久多谢 何雪一听开心了 他作为第一吃瓜群众一定要把这出戏看完 那天也在忙着给郑宇母亲转院 他告诉嫖院长11年前我们在你这里实习过 你光注意漂亮的多恩哪能注意丑小鸭一样的我呢 那天想到多恩这个白雪公主渐渐的样子露出了不懈的笑容 大毛小毛去了郑宇家 小毛还装模作样的勘察了现场表示会抓到小偷 郑宇给两人倒了橘子汁聊起来 两人游说着郑宇离开村子去首尔 但他们没注意郑宇把拨通的电话藏在旁边 另一头卢尚哲正在听着他们的谈话 郑宇表示会考虑去首尔的 大毛高兴的喝光橘子汁放下了杯子 小毛刚要喝来电话了 警局催着他回去上班他没有碰杯子 临走时郑宇问了他们一句 你们知道阿达回来了吗 两人赶紧强装笑颜表示不知道 郑宇面无表情他对这两人已经彻底绝望了 两人走后卢尚哲收走了大毛的杯子 又拿了郑宇的毛巾 接着采集了郑宇的DNA做证据 他看着小毛没动的杯子表示他会想办法获得DNA的 卢尚哲上车先给国搜院打了电话要求加记化验DNA 接着他给小毛打了电话约同事出来吃饭 郑宇去选局长家找阿达正巧碰到和雪 家里没人和雪都准备走了 郑宇阿达他们从小关系很好都知道对方家的密码 郑宇随手就打开了房门 两人不知道阿达被关在小黑屋里都成神经病了 两人挨个房间找着阿达却听见小黑屋传来了声音 两人走过去一看门被反锁着里面传来阿达的哭泣 郑宇找了把锤子撬开了房门 看到阿达那个惨阳郑宇连忙让和雪报警 阿达却阻止了郑宇 卢上哲和同事们吃着饭一边瞎聊一边寻思偷什么好 是小毛用过的餐巾纸还是喝过的茶杯 吃完饭卢上哲装作手机网拿了回去偷杯子 警局里选局长向心腹老金表达了对卢上哲的不满 他重查就按他倒是可以升官 可我们的脸皮就掉地上呀 老金顿时明白了领导的意图 我会让小毛盯着卢上哲的 他的一举一动都马上汇报给你 选局长满意的点点头不说话了 看看这就是领导和下属的默契 领导点到为止下属心领神会 小毛接到老金的电话也是心领神会 见卢上哲要出去他问东问西表示要陪着他 卢上哲能看不出他这点小心思吗 他表示自己要去办私事 卢上哲开着车出发了 小毛开了辆警车偷偷跟着他还跟得这么近 只要不是傻子都能发现 卢上哲一个拐弯上了小路 小毛光顾着看他差点撞到行人 等他再抬起头卢上哲的车子已经没影了 小毛假接办案的名义跑交警监控室查看监控 他终于看到卢上哲的车驶向了圆周 国搜院在那里有分布的 小毛欲赶到不妙也赶了过去 另一边阿达已经哭得说不出话了 对于当年仓库发生的事 他只能说出两个人的名字 大毛小毛 卢上哲也从国搜院拿到了DNA检验报告 汤匙和内裤上的DNA99.9%一致 与此同时小毛也追到了国搜院 他匆匆跑进去知道暴露 郑宇让和雪照看阿达自己随手抄起锤子就出门了 他拿着锤子直接冲到医院找到了大毛 卢上哲开着车往回走 小毛开着警车也追了上来 他猛踩油门车子速度越来越快 但卢上哲早就发现他了 郑宇拿着锤子紧紧跟着大毛 就在这时 邓宇也追上了大毛 卢上哲被小毛撞得昏了过去 小毛蹒跚着下车要毁掉那份DNA检验报告 就在同时卢上哲醒了过来 他可是重案组刑警出身 问着小毛就是一顿暴走 追到桥边小毛还想挣扎挣扎 如上哲一记波动拳封了他的眼 接着用了一招奥义螺旋丸把小毛扔进了河里 小毛到这时候还不回改 狂喊着自己是清白的 内裤上的DNA可不会骗人 再加上小毛刚才的蓄意谋杀 没个几十年别想出来了 另一边郑宇用锤子逼问着大毛当年的情景 大毛小毛果然是一丘之和死都不承认杀了宝英 还指责着都是郑宇的责任 自己做了坏事却把原因推在别人身上 郑宇已经不是原来的窝囊废了 如果大毛不说实话今天就活活砸死他 大毛下的裤子都湿了讲述了当年的情景 他们四个人在郑宇家的仓库喝酒都喝高了 阿达跑回家偷酒他们三个继续喝着 宝英总是玩手机也不和两人说话 小毛一直喜欢宝英借着酒精让他别玩手机了 自己要向他表白 宝英一听他的表白顿时不愿意了 你是郑宇吗也不看看你俩长啥样子 小毛顿时发狂了 你喜欢郑宇可人家喜欢多恩会多看你一眼吗 宝英也被激怒了 他讥讽着大毛小毛就是郑宇的跟班 这句话刺激了大毛小毛可怜的自尊心 两人二话不说推倒宝英强暴了他 因为画面太过凶残咱就跳过二十分钟 郑宇还想逼问凶手是谁是警察来了 如上哲在电话里告诉他已经抓到小毛了 剩下的交给法律制裁吧 现在的证据足以证明宝英不是郑宇杀的 大毛当即以涉嫌强奸杀人以及遗弃尸体的罪名被捕了 这一幕恰巧被内前看到 他安慰着郑宇自己会永远在他身边的 可郑宇现在哪有心情风花雪月 他急着找到真相甩开内前走了 内前的心就仿佛旁边的门一样缓缓合上 另一边阿达也从噩梦中惊醒 他已经被酒精拿坏了脑子把和雪当成了宝英 他一边惊慌地喊着自己错了一边跑了出去 顺势骑上和雪的小摩托窜眉影了 和雪急了 那是我的车我还没上保险呢 选局长已经拿到了宝英手机里的视频 也收到了国搜院传来的DNA鉴定报告 他这才知道阿达竟然保留着这些要命的证据 手机视频清晰地录下宝英死之前和他们三人在一起 然后阿达离开回家偷酒 检测报告对比了大毛小毛和郑宇阿达的DNA 结果表明内裤上只有大毛小毛的DNA 选局长长长松了一口气 阿达中途离开了内裤上也没有他的DNA 事情如果就到这的话 他家阿达没有罪责 和雪到处也找不到阿达只能电话告诉了郑宇 郑宇打了辆出租车接着他去找阿达 但他们不知道内谦一直在偷偷跟着两人 内谦为什么这么做呢 他这么爱郑宇不是应该帮助他吗 选局长交代老金管好大家的嘴不要乱说 小毛已经被卢尚哲押回来了 他一见选局长直接一个华柜跪在了他面前 叔叔救救我救救我 这里面的事你都知道 选局长的眉头直接皱起来了 这小子太不懂事了什么话都敢说 老金的日常工作就是揣摩领导意图 他立即指责卢尚哲随便抓人 卢尚哲可不惯他毛病 别的事先不说谋杀警察跑不了的 同意逮捕小毛这明显是丢阻宝帅 小毛露出了绝望的神色老金也很懊悔 这次把领导的意图揣摩错了吗 领导什么时候变得公正联名了 卢尚哲开始审讯小毛 小毛知道选局长坐在外面听审 他们做了什么选局长一清二楚应该会救他们的 小毛干脆一句话不说沉默对抗 选局长脑袋也转得飞快想着怎么保全自己的孩子 小毛等了好久终于开口了 不过他说的是自己为了当警察多么拼命多么不容易 如上哲顿时怒了 成为一个警察首先就是自己遵纪守法 你强暴同学诬陷朋友谋杀同事破坏证据哪一点像警察 小毛闭上嘴又开始用沉默抗拒 大毛的心理素质就不行 但他也知道说实话就是个死 只是哭喊着找他爸爸过来 大毛小毛爹也找到警局来了 他俩算是选局长的前辈嚣张的让警察立即放人 选局长只能把两人领去了办公室 大毛爹还没意识到严重性命令选局长立刻放人 小毛爹也陪着笑赶紧让孩子们回家吃饭吧 选局长告诉他们两人出不去了 很可能从拘留转到看守所最后直接进监狱 说着把案情分析扔给了两人 这两位还叫嚣着让选局长赶紧放人 这个警局就好像他们的家一样 两人看了报告发现个问题 上面为什么没有阿达的名字 罪责全让大毛小毛承担了 选局长又把手机视频给两人看 我家阿达中途回家偷酒 结果一到家就醉倒睡着了他什么也不知道 我儿子是无罪的 大毛爹气得就要走小毛爹拉着他 现在能救孩子的只有选局长了 大毛爹更生气了 选局长一点也不慌 你出去说呀 外面都是我的人看看他们相信谁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能说明我儿子没有参与 我不但能让你们儿子进去 还能让他们在监狱里生不如死 大毛爹这时才知道当官的惹不起扑通就跪下了 只要你把孩子弄出来我什么都听你的 选局长把心腹老金叫到办公室 老金屁颠屁颠地给他买了盒饭 买了人参茶 选局长说根据视频和DNA报告 性侵宝英的是大毛小毛 那么杀死宝英的也是他们吗 当年我们是不是调查失误冤枉了郑宇 老金眼珠一转立刻领悟了选局长的意图 宝英就是郑宇杀的 宝英四个人在喝酒 阿达先回家睡觉了 然后大毛小毛强暴了宝英 完事后两人逃跑了 这时候在家里喝醉的郑宇来仓库了 看到宝英一生气就杀了他 选局长头点的根拨浪鼓似的 你分析的太对了 并且郑宇是和多恩一起去的 老金大脑袋的CPU都快烧冒烟了 炮制冤案是个脑力加体力活 对对对对 选局长兴奋的一拍桌子 宝英杀了多恩 郑宇杀了宝英很合理啊 老金一听局长英明啊 这样杀人案就没有理由重新调查了 我们只要以强奸罪起诉大毛小毛就好 反正郑宇已经做过劳杀人的事不要再提了 选局长一副很无奈的样子 起诉性侵是个漫长的过程 如果他们诚心悔过 再有个好律师说不定不用坐牢啊 既保全了自己儿子又给同谋一个交代不乱咬 当官办案就需要这样的高智商啊 选局长得意的想喝点人深茶 但老金提了个问题 那我们怎么解释阿达有受害人的物品呢 梦游去捡的吗 选局长表示会说服阿达来做关系人调查 给出一个合适的理由 选局长的意图已经转达给了大毛小毛爹 大毛爹交代儿子你们只是强暴 完事你们就逃跑了 那是宝英活得好好的 小毛也得到了同样的受益 不过他从一个警察成了囚犯 落差太大接受不了 他喊着要把真相说出去 大毛爹赶紧劝着他必须这么说才能得救 要不选局长整死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选局长回家做阿达的工作 却发现他逃跑了 阿达可是关键的一环 他说实话什么都完了 他正要派人寻找一人甚结实来电话了 竞选前他要和选局长谈谈治安的问题 选局长没办法只能答应 阿达被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愧疚刺激的神经了 他看谁都像宝英 看到女学生正在吃饭 他扑通就跪下向对方道歉 郑宇在小店找到阿达 阿达实在是绷不住了 阿达终于下定了决心去自首 这一边选局长给大毛小毛找了律师开始做检讨 如上者有一股深深的无力感 只能自嘲地笑着 郑宇陪着阿达前往警局 既然决定自首你把事情经过告诉郑宇啊 可阿达只是呜呜地忏悔 郑宇也不问 两人还深情地手拉着手迎着夕阳奔向远方 这是想把观众急死的节奏啊 选局长已经下令不准调查杀人案了 这里面一点如此之多大伙都当没看见行了 这时阿达来警局了 老金还以为他是做关系人调查的热情凝了上去 可谁知阿达一开口把众人都惊呆了 可算要说出真相了卢尚哲和观众一样的兴奋 他首先让阿达确认自首和关系人调查的区别 阿达很明确地告诉他自己就是来自首的 外面的老金急了赶紧给选局长打电话 可选局长正和盛杰是聊着宏伟规划想走的走不了 选局长急得上窜下跳找了个机会给大毛小毛爹打了电话 你俩马上去警局捣乱拖住卢尚哲 这件事做不好两个孩子别想出来了 然后他又给老金打了电话 你如此这般这般 卢尚哲省了半天阿达也没说到个正点上 老金突然冲进来开始发火 有两个人在外面闹事非要找你 卢尚哲没办法只能出去看看怎么回事 大毛小毛爹跳着脚在外面骂怎么还不释放两个孩子 两人还夸着自己孩子多么优秀多么上进 不就一时糊涂强奸了同学吗 真诚地道个歉不就行了吗 两人闹了半天达到了目的赶紧溜了 旁边的郑宇跟卢尚哲提出一个请求 他想见见小毛问几句话 嫌疑人哪能随便见卢尚哲灵机一动有了办法 郑宇殴打警察关押两个小时 他一进拘留室就习惯性地解腰带拖鞋 这套流程熟练地让人心酸 卢尚哲把他关进小毛的拘留室 小毛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反而埋怨着郑宇 都是因为你长得帅你家有钱你学习好保音才不喜欢我的 我受够当你的跟班了 所以我强奸保音都是你的责任 自卑的人有一万种理由把错误推托给别人 郑宇已经不屑与他争论了 他只想知道当时是谁开车丢弃的尸体 他知道不是大毛也不是小毛 卢尚哲回到审讯室阿达竟然不见了 他给老金打电话 老金竟然说领着阿达出去吃饭了 卢尚哲明白自己重计了 他愤怒地冲进局长室也没有人 因为阿达已经被老金带到了另一间办公室 选局长劝着阿达不要自首 见他还是坚持选局长接通了阿苏的视频 你如果自首进去了谁照顾你哥哥 阿达不由地犹豫起来 老金领着阿达回到了审讯室 我原来以为郑宇够窝囊费得了阿达比他还窝囊 阿达竟然改口不是自首而是接受关系人询问的 他说自己中途离开回家睡了一觉 醒了后又回去了仓库 除了一地的血根本没看到任何人 地上丢着宝英的书包和内衣 自己一害怕抱着东西跑回家了 这下阿达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杀人的凶手又成了郑宇 庐上者企图打动阿达说实话 外面的选局长一看慌了赶紧和老金冲进去阻止了问话 这就是维护正义的警察 这一切宝英爸根本不知道 他在家喝酒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竟然是大明星那些 他是来告诉宝英爸大毛小毛的事情的 郑宇得知阿达反悔了愤怒地追上了他 郑宇又一次被所谓的朋友欺骗了 他冲上去想问个明白 却被一辆汽车撞飞了 本来我刚想说这集郑宇没挨揍呢 结果却挨撞了 阿达看着地上的郑宇却没有过去 选局长接到了阿达的电话 他正在杀人的仓库 选局长很生气他去了那里赶过去 选局长进了仓库打开灯 却看见了惨绝人寰的一幕 女生受害谁人时 杀人凶手难寻觅 真真假假拢迷雾 选局长的儿子阿达到警局自首 但在选局长的软硬监视下 他害怕了妥协了什么也没说 郑宇气冲冲地去质问却被车撞飞了 阿达看着不省人事的郑宇 实在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他留了一封遗书在仓库里上吊自杀了 死在了宝英多恩王死的地方 懦弱的阿达最终还是懦弱地走了 卢尚哲还不知道发生了变故 他气冲冲地质问老金为什么迅思枉法 老金还是诬陷着郑宇才是杀人抛尸的凶手 更令人气愤的是在选局长的授意下老金和律师串通 把大毛小毛强奸宝英的行为定性成了自愿发生性行为 甚至小毛要撞死卢尚哲销毁证据都说成了普通车祸 关子两张口关大一击压死人 卢尚哲再生气也掰不过选局长和老金这两个人 另一边内谦去了宝英家 他把大毛小毛强暴了宝英 并涉嫌杀人弃尸的事情告诉了夫妻两人 宝英父母顿时如遭雷击 不是郑宇而是他俩干的 两人立刻冲向了大毛家 内谦不由露出了冷笑 大毛小毛爹正在准备着钱 虽然两个出生明天就会被放出来 可宝英爸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他是个九猛子家无赖 宝英死了他折磨了郑宇母亲十年 现在知道了这事儿受折磨的就是他们了 两人商量着用钱封住他的嘴 然后把事情全推在郑宇身上 这些人都在各自打算着 选举长抱着阿达的尸体哭得不成人样 但他想过没有 逼死儿子的正是他这个父亲 宝英爸爸这时已经冲到了大毛家 他捡起石头就开始砸锅 大毛小毛爹冲出来扑通就跪下了 这些人的膝盖太不值钱了 这两人一个劲地说着误会开始辩解 大毛小毛和宝英在谈恋爱 他们才十九岁不懂事自然发生了关系 这是天意啊 当年他们还想去宝英家给大毛小毛提亲呢 说不定宝英愿意嫁给两个人呢 骚婆哭天喊地宝英爸也想发发飙 大毛小毛爹直接甩出了杀手锏 我给你准备了一大笔和解金 要是不够我们可以把店卖了 把退休金提出来给你 宝英爸一听顿时怒了 我是为了钱吗 少于一百万我不算完 他摔碎了酒瓶子 以表心意气冲冲地走了 大毛爹立刻明白了 何雪看着他们的表演气得不要不要的 他赶紧给正宇打电话 才知道被车撞进医院了 他急匆匆地去了医院警局 也得到阿达自杀的消息 老金被赶来的宝英爸拦住了 他把早就编造好的说辞告诉了两人 虽然宝英的内裤上检测出了低内 但没有目击者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强暴 再根据当事人的说法 所以定性为自愿行为 他还不忘了再污蔑下正宇 阿达的尸体被运了出来 选举长到现在还把他的死怨恨到别人身上 他回到家看到了阿达的遗书 选举长去了拘留室大毛小毛 还以为他来放人吗 谁想到选举长上来就给小毛来了一个损后 是你害死了阿达 案发那天阿达从家里偷了酒回到仓库 一上二楼就看到神色慌张的两人和满腿鲜血的宝英 他立即明白两个畜生干了什么事 宝英无助地推开阿达想逃离这噩梦般的地方 阿达慌忙下去查看宝英血流满地已经断气了 那两个畜生也慌了 小毛竟然埋怨阿达这个时候回来才让宝英死的 阿达掏出电话要报警两人扑上去就抢电话 这时仓库大门突然响了 玄局长想到了什么慢慢松开了手 他在案发当晚又干了什么 卢尚哲在阿达的房间里没有发现遗书 但发现门锁被破坏了 马路上的监控显示郑宇被车撞飞阿达看了一会就离开了 卢尚哲心里明白阿达是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那天和雪都去了医院 郑宇的问题不大但有可能出现DNA神经综合症 就是脑袋里面的弥漫轴所损伤 如果预后不理想容易造成脑萎缩 不过有那天再直接去VIP病房CT和此来一套没什么大事 再加上那天彻夜不眠的照顾很快郑宇就会康复的 第二天大毛小毛被无罪释放了 卢尚哲在旁边干生气也没办法 小毛如此嚣张肯定是选举长罩着他 那选举长有什么把柄落在他手上吗 卢尚哲从检察院申请了救案的全部档案研究者 现在的疑点越来越多 尤其阿达做了假口供马上就自杀 是什么让他的压力这么大呢 卢尚哲看着口供笔录和证据照片发现了更多的疑点 郑宇在审讯过程中被困意折磨得几乎没说话 全程都是老金在右供在描述作案经过 郑宇只是默然地重复他的话 这种口供放在现在完全是不合法的不能用作证据 郑宇的车子后座有两把铁线证明挖过土卖尸体 可尸体被扔在下水道压根不存在埋尸的说法 抛尸汽车的照片只有一张全景没有细节 这些证据相当模糊结案却这么匆忙 只要稍有经验的警务人员都能看出其中的问题 郑宇醒过来了 他第一件事就是给卢尚哲打电话询问大毛小毛和阿达的情况 卢尚哲不敢刺激他要当面和他聊 卢尚哲刚到医院门口就看见郑宇光着脚跑出来了 他急着想找阿达问明白为什么要做假口锢 卢尚哲怕村子里的人对郑宇不利带他去了自己家 在他的再三追问下说了阿达自杀的事 卢尚哲告诉郑宇现在一定要冷静 只有解开旧案之谜才能把大毛小毛绳之余法 才能让阿达走得安详 而另一边的小毛收到一条短信 大毛想去殡仪馆看看阿达却被小毛耻笑 阿达是为了让我们难堪才死的看他干嘛 两人说着说着开始互相埋怨 接着开始了狗咬狗 大毛别看胖但不是小毛的对手差点被勒死 换任何人被这么侮辱也会憋口气吧 阿达的葬礼开始了 老金哭得比自己亲爹死了都难受 有这样的属下哪个领导能不欣赏 嫖院长和盛杰石也来参加葬礼了 上了乡后盛杰石直接找选局长密谈 事关十年前的这桩就案 当年的选局长只是刑侦队长还没当上局长 而盛杰石也刚当上议员不久 两个女学生死亡又找不到尸体闹得沸沸扬扬 为了不影响自己的仕途 盛杰石要求选局长快速结案 回报就是让他当局长 于是这个恶性杀人案从发案到审判 只用了不到三个月 两人都完美地达成了目的 盛杰石有敏锐的嗅觉 他感觉到阿达的自杀风波不会这么容易结束 他也希望有自己的班底 所以他提出让选局长离开武川 跟随自己调刃到水源市 这些人各怀鬼胎又混迹官场都有自己的盘算 众人大吃大喝着喝血发现阿苏没来 虽然阿苏有自闭症可亲弟弟死了 实际却被选局长软禁像坐牢一样 因为阿苏知道的太多了 宝英爸也来参加葬礼了 他还没收到和解经 自然不给几个人好脸色看 大忙小毛爹为了自己的儿子 也不管这是什么场合 两人要求选局长赶紧消案 还要让他们该当警察当警察 该当护士当护士 还美其明月活着的人应该向前看 选局长看着阿达的照片 又想到了他的遗言 选局长为了自己的名声和地位 能下得了决心吗 他是让儿子枉死还是给他报仇呢 罗上哲把宝英和多恩的死亡 一点全部列出来了 他让郑宇努力回忆当时的细节 把整个案情串起来 郑宇根本没杀过人 当然也不知道怎么杀的 他用的什么凶器打在哪个部位 打了几下都是老金说的 他只记得宝英和多恩最后的样子 但两人都不知道 内谦跟着郑宇的手机定位找到了这儿 郑宇和警察在一起 让内谦担忧起来 条院长正在以治疗的名义 调戏着小少妇 内谦来找他又提出 要把郑宇母亲转到首尔 病人转院需要家属同意的 条院长很奇怪 内谦这个大明星 为什么对郑宇这么好 内谦刚走条院长就收到一个包裹 他打开里面是个戒指 条院长顿时如遭雷击下的魂飞魄散 郑宇认为案发那天仓库里 除了大毛小毛阿达还有别人 那个人很可能就是阿苏 何雪曾说过阿苏很紧张的一幅画 似乎画的是案发的情景 而郑宇出狱回到村子 是阿苏也送给他一幅画 画的是郑宇那天从仓库回家的情景 阿苏应该看到了一切是关键的目击证人 可阿苏现在被关在精神病院 怎么才能见到他呢 郑宇又想到一个关键的问题 大毛小毛和阿达三个人都不会开车 阿苏更不会开车 那么是谁开车抛弃的尸体呢 不是他们四个这说明 还有第五个人在仓库里 这是个很关键的线索 如上者马上写在白板上 这个人知道车要是在哪 还帮着他们伪造现场 会不会是这几个人的父亲 还有一点就是那两把铁仙 郑宇回忆他和宝英在车上吵架时 根本没看见车上有铁仙 两把铁仙放在后座这么显眼 他一定会注意到的 更蹊跷的是铁仙本来是作为埋尸证物的 可找不到尸体又从证物目录里给排除了 会不会真凶不确定把尸体扔在哪 从仓库拿了铁仙 后来扔下水到了所以没用上 两把铁仙是两个人去抛尸的吗 郑宇又想到和宝英吵架时 把他的手链弄地上了 可那个手链在物证里根本没有 是留在车上还是去哪了 这些都是疑点但也是推论 凭这些根本无法翻案 他们需要直接证据 宝英的手机上有很多骚婆 给他发的短信他都没有回 宝英憎恨父亲但很听母亲的话 不管再干什么 只要母亲的短信电话必回 可那天为什么不回呢 他这么做肯定骚婆 做了让他非常厌恶的事情 镜头转向选局长这边 他找到大毛把他带到了郊外 他按着大毛的脑袋就是一顿猛怼 阿达是你害死的 接着他拔下行车记录仪的储存卡 我现在就算杀了你也不会有人知道 大毛的胆子特小顿时给吓尿了 选局长连孔带下告诉他 如果你想以后过得好不想 你全家都死的话就去说出真相 选局长脑海中回忆起小毛爹要挟 让儿子继续当警察的话 屏武就是小毛 大毛想活就去自首说他才是主犯 都是他指使的 另一边卢尚哲找到了骚婆 他直接拿出当年的电话记录质问骚婆 从短信内容能看出你做了对不起宝英的事 那天下午你见过你女儿 骚婆怕自己和选局长的肮脏事曝光 不肯承认见过女儿 这是多么自私的母亲 为了自己的脸面哪管女儿含冤 郑宇区祭拜了阿达 在回去的路上恰巧碰到了一起交通事故 他一下想起来老金当时审问他时 说过抛尸车子撞到了电线杆 还把车灯撞碎了 可是卷宗里为什么没有这个物证也没有照片 是怕暴露真正开车的人吗 卢尚哲刚回到警局就看见大毛坐在门口 再说骚婆心神不宁地回到家 看到宝英爸喝得迷迷糊糊的气就不打一出来 这时大毛小毛跌来电话 让他去拿钱忘掉强奸宝英的事 宝英爸立刻兴奋起来就要去拿钱 骚婆憋了十多年的怒火终于发作 其实女儿死了宝英爸什么也没做过 她只会利用宝英的死到处卖残换酒喝 她这十年一直吃着自己女儿的人血馒头 现在更是用女儿的轻欲和贞洁换取肮脏的钱 这个父亲比母亲更加的冷血自私 听着骚婆的训斥宝英爸又开启了家暴模式 咱先让宝英爸慢慢家暴着骚婆 正与这时去了小毛家 他要炸出究竟是谁开车气势的 小毛父子正慌乱的时候警察也来了 大毛自首交代了强奸造成宝英死亡 而指使者就是小毛 小毛知道这次逃不掉了大喊起来 大毛爹外表老实其实更不是东西 他竟然让郑宇承认是他干的把自己儿子换回来 疼爱儿子可以理解 但就是这种秘爱造就了一个畜生 郑宇听到小毛说一切是内签策划的并没有什么意外 但还是要去找他问清楚 路上他拜托卢上哲找到抛尸车查查车祸的事 卢上哲也觉得这是个关键线索答应 大毛这边暂时不关押 他不敢说被选局长威胁的只能哭诉自己良心发现 小毛爹冲过来问罪和大毛爹两人又开始了狗咬狗 大毛吓得跑出门正好碰到了河雪 他借了河雪的摩托车就要去一个地方 郑宇去了内签的家 一见面就问他案发那天干什么了 内签的说法和当时在警局说的一样 他在郑宇家陪着喝酒到晚上八点 郑宇喝醉了他就回家了根本没去过仓库 郑宇笑了笑把小毛的话告诉了内签 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 内签顿时呆住了 过了好一会他才表示小毛是污蔑是撒谎 内签说自从自己成了明星小毛就一直用各种谎言要挟他 如果不给他钱就说他上学时长得丑 学习不好乱搞男女关系什么的 内签为了自己的形象不敢报警 只能不断地给他钱 没想到他现在变本加厉这种话都能说出来 内签又深情地对郑宇说 别人都认为你是杀人犯 只有我无条件地相信你 难道你就不能信任我吗 郑宇微笑着走了 但他真的相信内签的话吗 内签面如死灰想起了那天晚上 十年前案发的那天 我现在说应该过了十一年了 郑宇和宝英吵架后自己在家喝闷酒 内签不放心找了过来 郑宇告诉了他门锁密码让他自己进来 两人边喝边聊着 高中毕业后几个朋友就要各奔东西了 当初还是一脸缺斑的内签小心翼翼地问郑宇 你会和多恩分手吗 内签多希望郑宇能和自己在一起 但郑宇怎么会和多恩分手呢 内签也忍不住了 郑宇把内签赶了出去 可他却不知道这激起了内签内心深处的阴暗面 内签告诉郑宇小毛为了钱才诬陷他的 但经历了这么多郑宇不会轻易相信这些话了 这时郑宇的电话响了 他接通后表示马上过去 内签不由担心的问世如上折吗 郑宇愣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我和刑警在一起 郑宇这时明白了内签一直在跟踪着自己 不过他并没有表现出来 在郑宇的心中不敢相信 也不想知道内签才是策划者 给郑宇来电话的是何雪 他想从大毛的嘴里掏出真相 当年的事情经过是怎样的多恩又是谁杀的 大毛虽然已经处在崩溃边缘 但还不肯说是谁开车扔的尸体 他一个劲强调着是郑宇杀了多恩 赶来的郑宇很不屑 多恩究竟是谁杀的呢 难道是最嫉妒他的内签 观众大佬也肯定猜到好色如命的朴院长 或许才是真凶 贪图物质的多恩也许想要挟他什么被杀了 朴院长收到神秘人发的短信寄来的戒指后 整日心绪不宁 一元圣洁时早就派人监视丈夫了 他不但找到了这枚戒指 更加知道朴院长所有的丑事 为了不耽误自己的仕途 他马上给朴院长换了手机号码 他要利用手中的权力抹去一切证据 当然这些是后话 弄明白宝英的死在来看多恩的故事 另一边卢尚哲找到老金扔给他一个U盘 当年你审问郑宇的时候 说他气势时出了车祸 现场还有目击者看到 可为什么当年的审讯记录没有这一段呢 是有人删除了还是没开摄像机 老金心虚的嘶吼起来直接否认三连 我没有我不是我没说过 为什么郑宇和卢尚哲一直纠结车祸的事呢 因为当年是老金不小心说漏了嘴 有人目击了车祸自然看到了开车的人 如果找到目击者就能找出气势的人 而车子上肯定留下了气势人的痕迹 但是郑宇的这辆汽车去哪了 这一晚上发生了太多的事 骚婆被宝英霸家暴揍的鼻青脸肿 他实在忍不住把自己的情人选举长找来哭诉 选举长一心疼直接把骚婆领回了自己家 小毛也被正式收押 但他始终利用肩默权什么也不交代 他嚣张地对卢尚哲表示会有人给他请最好的律师 卢尚哲能惯他毛病吗 你不知道有句俗语叫强倒众人推破骨万人锤痛打落水狗吗 那就等着看你失望的样子吧 老金不承认出车祸的事当年的审讯录像又被销毁了 何雪和郑宇商量着自己寻找目击者 何雪是个善良的姑娘留的是自己的电话 生怕威胁郑宇的人太多没人愿意帮忙 两人写传单时郑宇看到平板上有一幅画 一个女孩倒在血泊中四个人冷漠地注视着 何雪告诉他自己看过阿苏画的那幅画 他凭记忆画下来的 他知道死去的女孩是宝英 三个人是大毛小毛和阿达 但有个穿连茂山的人是谁呢 何雪不知道这个人是男是女 可郑宇知道当天穿连茂山的只有一个人 就是一直暗恋自己的那些 第二天两人在马路上挂上横幅开始发传单 他们能找到当年的目击者吗 出来吃饭的老金正好看到郑宇在发传单 他一看顿时急眼了让手下扯掉横幅 卢尚哲不嫌事大念着传单 原来当年真的发生了车祸呀 老金恼羞成怒夺着传单 郑宇冷冷地看着他 老金气得想打人可周围人都在看着 他只能苦口婆心地劝着郑宇 别纠结车祸了也别找那辆车了 你不让我在这里发传单我换的地方发总可以吧 说着又递给老金一张传单 有目击者请联系我呀 卢尚哲在后面憋不住地笑 你在这慢慢捡着传单我去吃饭了啊 卢尚哲转身找到郑宇和雪开始干饭 他已经查到了那辆汽车的下落 郑宇被抓后刚刚移交检察厅车子就发还给郑宇的父亲了 可车子是证物之一啊 按正规程序是在案子审理完结检察厅宣判后才能发还给家属 如此快速领回还是第一次捡 很明显快速处理是为了掩盖证据 车子被家属领走上面的真凶痕迹就会被忽略 如果找到这部车子就可以证明出过车祸 甚至还留有宝英的物品和真凶的指纹 郑宇认为父亲绝对不会卖掉这辆车的 很可能送到旧车厂报废了 和雪立即查到郊区就有加费车厂 卢尚哲决定去那查查同时让郑宇回家找找有没有单据 内谦竟然来警局了 警察们都好奇地看着这个大明星 内谦跟卢尚哲提出想见见小毛 卢尚哲很明白小毛请的外援来了 果然小毛一见到内谦嘴都喝不拢了 你怎么才来啊我等的花都谢了 内谦反问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牵扯进来 小毛一听愣住了 你不就我还在否认吗 当年可都是你指使的呀 时间回到案发的那晚 内谦从郑宇家出来去了仓库 一进去就看到三人在激烈地争吵宝英躺在血泊中 他过去一看宝英两腿间的血迹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阿达要报警大毛小毛奋力拦着他 贪坐在地上的内谦就在此刻突然黑化了 他告诉三人现在报警的话 不但你们的前途完了连父母都会受到牵连 阿达爸爸别想升警长了 大毛爸爸别想买新房子了 小毛爸爸连退休金都保不住了 阿达一听吓坏了不敢报警了 阿达最冤了 他明明什么也没做可谁能相信呢 小毛是这些人里最渣的一个 宝英死了他归罪在郑宇身上 现在又把责任全推在内谦身上 如果内谦让他们自首阿苏就不会自杀郑宇也不会坐牢 至于他强暴宝英致使他死亡选择性的忘记 他让内谦把自己弄出去要不就揭发他 内谦柔弱的外表下有一颗很辣的心脏 大明星就是大明星直接眼泪掉下来了 这是一个演员的基本素质不需要滴眼药水的 这下谁还能相信小毛的话 他被别人玩弄于掌心成了最倒霉的一个 内谦哭得梨花待遇真让人心疼 他表示自己被小毛威胁可身为公众人物又不敢说 他恳求卢尚哲一定要重新翻案严惩小毛 内谦还探听着他和郑宇的关系 卢尚哲心里跟明镜似的搪塞着他 这个大明星关心得过分了 小毛爹也来探监了 小毛这时候才知道被所有人摆了一道懊悔的直撞桥 小毛爹一看心疼得不得了 别撞了 撞傻了谁得咱家传宗接代啊 小毛爹表示一定会把他救出去的 因为 小毛爹拿着一条手链就去找选局长 他要求选局长立刻释放小毛 选局长告诉他 一是大毛自首交代的细节太完整 二是宝英内裤上有小毛的地位 人正物正齐全肯定完蛋我也没办法呀 小毛爹一听急了 你不放人我就去自首 那天我们是在一起的 时间又回到案发的那天 四个人在郑宇家的饭店喝着酒 这是四个不得知的男人 宝英爸吃卵饭嗜酒如命就不说了 选局长当年只是个组长没有路子生局长 比财力又比不过郑宇家属于千年老二 大毛爹在郑宇家的饭店打工手头也不宽裕 小毛爹是个退休工人更是穷疲一个 虽然表面他们和郑宇父亲是好朋友 但一直心怀嫉妒 选局长和宝英爸不对付吵了一顿 宝英爸气冲冲的回家了 他们在这边喝着闷酒 孩子们在仓库昨大夜 宝英死了大毛小毛开始处理尸体 阿达虽然不敢报警 但内心还是有点良知的 他藏起了宝英的手机 接着看到了宝英的内裤 他毕竟是警察的孩子有点见识 他知道这上面有大毛小毛的地内 他把内裤塞进宝英的书包藏了起来 小毛还在埋怨着郑宇不请他们喝酒才出事的 阿达虽两人不注意给选局长打了电话 仓库出示宝英生死诉来 三个爹接到电话慌慌张张的去了仓库 他们没一个关心宝英的死 反而牢牢护着自己儿子 选局长一看让三个孩子先走 他们留下处理现场 选局长现在什么都不承认了 我儿子不但没参与甚至死了 是你们的儿子杀了他还想让我放了他们 你们有证据我参与了吗 小毛爹拿出那条手链 这是宝英的我在车上捡到的就是证据 选局长很不屑这能做证据吗 你还是准备和小毛一起做老板 小毛爹扑通又跪下了 他一个小老百姓怎么敢和警察局长叫板呢 老金捡了一摞传单回警局了 选局长一看也慌了 这可是他们的罪证了 当年早早把车发还给郑宇父亲 就是为了隐瞒车祸 你捡回传单有什么用 现在赶紧找到那辆车 还要找到目击者堵住他的嘴 卢上哲已经联系上废车厂的老板了 电话中老板说郑宇父亲是把这辆车送来了 收车单据还在厂里呢 卢上哲一听赶紧和老板约好去了废车厂 与此同时宝英爸又喝醉了 他回家找不到骚婆电话也联系不上 他突然想起自己被拘留时骚婆说的一句话 宝英爸这下明白怎么回事了 骚婆一定又去选局长家了 卢上哲也赶到了废车厂 员工告诉他老板突然出去了 卢上哲想找汽车的单据 可员工告诉他只保留十年的档案 可老板怎么说资料还在呢 废车厂老板被选局长请到了警局 在选局长的软硬监视下 他只能欺骗卢上哲 选局长以为万事大吉了那辆车也报废了 可老板说那辆车并没有报废 郑宇父亲把车送过去后又找了个地方保管 选局长和老金一下蒙头了 选局长让老金赶紧去把那辆车提出来销毁 没有车就没有车祸 也就没有他们干的那些肮脏事 十年前为了栽赃郑宇选局长做了这一切 郑宇爸爸提出一个疑问 凶器班首上根本没有郑宇的指纹 怎么说他是凶手呢 选局长表示指纹被郑宇擦掉了 但上面的血迹和鞋子上的血迹 能证明郑宇杀了宝英和多恩 接着他又表示郑宇还有几天就过二十岁生日了 如果生日前认罪只做十年生日后就要二十年 看在老朋友的份上你让郑宇认罪早点出来 郑宇父亲哪知道这是圈套答应了 所以这桩无视杀人案这么快就结了 车子也发还成了一桩冤案 骚婆在选局长家后悔的不得了 当年听选局长的领着孩子离婚就挨不了这么多奏了 可选局长正大光明的在一起多好 正想到这儿宝英爸却找来了 宝英爸指望着骚婆挣钱养自己哪能让他跑了 骚婆吓得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 这时候选局长也回家了 宝英爸早知道选局长给自己戴帽子了可有什么办法 他还想和选局长扑冷两下被好一顿走 骚婆看到外面乱作一团也出来了 如果不是选局长一直保证你你早就被家暴罪抓起来了 这一幕闹剧被大毛爹都看见了 他要挟着选局长保住孩子要不也要自首 那天几个人把宝英的尸体搬到郑宇的车上 选局长突然装着接了个电话要赶回警局 让大毛小毛爹自己去扔尸体 三月里只有选局长会开车那两个人都没证 本来说好选局长开车去扔尸体的 可他说自己回警局表现才能掩盖这件事 没办法大毛小毛爹硬着头皮开车去了 选局长又交代他们尸体扔得越远越好 然后把车停回来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何雪和郑宇在家里一顿找终于找到汽车单据 郑宇父亲始终不相信儿子杀人把汽车存放在集装箱货场 他又预感这辆车子有问题 老金也去了货场准备销毁车子 还没到呢就被卢尚哲拦住 卢尚哲热情地表扬了老金 原来你也知道这辆车是证据来保护的呀 我一定给你请公 老金恨得牙都掉了又说不出什么来 郑宇已经打开了集装箱 整整藏了11年的证据找到了 货碎的车头灯证明当年的确出了车祸 那么能找到开车的人吗 能找到当年募击车祸的人吗 面对暴跳如雷的老金 卢尚哲一句话就把他怼了回去 这辆车是郑宇的私人物品 你有什么权利拖走 当年明明出了车祸有目击证人 你为什么要掩盖 老金搬出选举长吓唬两人 但卢尚哲可是首尔掉来的怕这个吗 他已经通知了国搜院签证科来采集证据 汽车被国搜院接手 老金一点折都没了 他赶紧给选举长去了电话 这下事情瞒不住了 选举长现在是焦头烂额 大毛小毛爹都用当年的事威胁他 他当年也是想救儿子阿达才出逐一气失的 可阿达受不了良心的谴责自杀了 罪魁祸首就是大毛小毛 阿达的遗言就是要让大毛小毛接受惩罚 这个当爹的是让儿子安心的还是要保全自己 国搜院在汽车后备箱里找到两把铁仙 铁仙是当年栽赃证与杀人埋尸的证据之一 但匆匆结案并没有作为证据存档 铁仙是真凶放进车里或许会留下指纹 老荆棘的上蹿下跳还想抢走 卢尚哲早就防着他这手了把情况汇报给了国搜院领导 现在这两把铁仙成为了关键证物 国搜院的人现场就开始采集全车的指纹 老荆棘的又给选局长取了电话 选局长心里一凉 难道当年栽赃郑宇的是要暴露了吗 但他能当上局长还是有处理危机能力的 选局长立刻给国搜院领导去了电话 他表示当年老荆棘公尽力可能办了冤案错案 这份证据很重要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自己 接着他又把卢尚哲老荆叫到了办公室了解案子进展 卢尚哲认为郑宇并不是杀死宝英的凶手 大毛小毛的可能性更大 并且两人的父亲参与了棋事 如果汽车上能找到几人的指纹或其他痕迹就能证明这点 选局长此刻突然变得公正联名起来 他让卢尚哲全权负责案子直接向自己汇报 如果真的是冤案错案一定要找出真相 记住我们是正义的警察 老荆棘很不理解选局长的举动 选局长告诉他阻止调查反而会让事情到得更大 接着他深情地对老荆说了肺腑之言 老荆棘顿时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选局长是良心发现了吗 我觉得更多的是当领导的艺术 领导说自己承担责任最后还不是手下背锅 再说承认职务疏忽反而能掩盖他的罪行 接着他让老荆赶快去找那个车祸目击者 老荆心领神会抹着眼泪走了 找到车祸目击者就能证明郑宇的清白 何雪和郑宇也在平板电脑上发帖子重金悬赏 别说这样还真管用 悬赏发出后不断地有人说看到了当时的车祸 可惜这些人都是冲着悬赏金来的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目击者 就在两人灰心的时候何雪又接到了一个目击者的电话 他把当时的情景说得分毫不差 终于找到真正的目击证人了 但是老荆提前一步去了目击者家 他告诉对方和杀人犯纠缠在一起很麻烦 光景局法院的询问就够喝一壶的 你只要不出面以后有什么事我照着你 目击者沉吟了一会儿答应了老荆 老荆吹着口哨得意地走出来正好碰到郑宇几人 他阻挠着郑宇进去如上者也不客气了 你不停地阻挠办案是不是心里有鬼 真的犯了错误就要有改正的勇气 正吵着的时候目击证人出来了 这下真相大白了 可老荆能放过正语吗 与此同时国搜院有了重要的发现 宝英致死原因并不是意外跌倒 他的致命伤是前额骨左侧遭到重击 而这个伤口与车上的铁仙吻合度达到98% 也就是说宝英的死并不是大毛胶带的意外摔倒 而是被人用铁仙胡活打死的 大毛此刻竟然跑到内谦家了 他向内谦借钱想去新西兰避风头 作为回报他告诉内谦 郑宇和何雪两人说不定在交往 有一天何雪还在郑宇家住了一晚上 内谦听了大毛的瞎话 想得到郑宇的心思更坚定了 内谦外表柔弱内心极度的阴险 当年为了当上演员竟然污蔑导演企图侵犯他 连经纪人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内谦太可怕了 郑宇根本不知道大毛正在污蔑他 再说郑宇和何雪也真没啥事 反而我觉得他和卢尚哲激情满满的才是一对 卢尚哲告诉郑宇自己被犯罪分子报复 在婚礼上杀了自己的未婚妻 从此卢尚哲就对罪犯恨之入 也因为暴力执法被下放到这儿 另一边骚婆又约了选局长见面 他已经决定和宝英爸离婚了 他告诉选局长一定要小心宝英爸 他手里有一把猎枪说不定能干出什么冲动的事 选局长要给儿子报仇同时也要保住自己 他去了小毛爹家 他告诉小毛爹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他和大毛爹两人去自首 这样自己能操作帮他们减心 汽车和铁仙上马上就能检验出指纹 反正宝英死于意外自首坐不了几年牢的 大毛爹一听却急了 时间回到案发的那晚 大毛小毛爹找地方埋藏尸体车子却没油了 两人也不敢去加油 车子这时正好开到了隔壁村废弃的学校旁 两人商量着把宝英尸体埋这儿得了 两人把车开进了学校打开后备箱 可宝英的尸体却突然动了起来 宝英摔的那下只是皮外伤晕了过去 他醒过来叫着两人叔叔求救 可是 大毛爸爸不停地用铁仙砸着宝英的头 就这样一个19岁的小姑娘活活被打死了 选举长震惊了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情况 不过他很快有了个一键双雕的主意 如果大毛爹把你供出来谁照顾你儿子 小毛爹就是个懦夫从来没自己的主意 他惊慌地让选举长想想办法 可不容易拍家就赶快死我 小毛爹去了宝英爸家 宝英爸正在为骚婆离婚的事懊悔了 小毛爹把那条手链给了他 他一看这条手链顿时认出来了 宝英爸没有工作还家暴母女两人 他从来没给宝英买过礼物 但宝英毕竟是自己的女儿 就在宝英生日那天他花了一千韩元 也就是五元人民币买了一条手链 宝英第一次收到父亲的礼物很开心 也很珍惜这条手链 这是父女两人唯一的纪念物 小毛爹悲痛地把真相告诉了宝英爸 杀死宝英的不是正鱼也不是小毛 而是他们的好兄弟大毛爹 一切都在选举长的计划之中 他知道宝英爸是个冲动的人 也知道他有一把猎枪 知道了真凶他一定会去报复他 只要大毛爹死了一切都可以推在他的身上 简直太完美了 而另一边卢尚哲也拿到了指纹鉴定报告 果然一切都和他判断的一样 选举长也接到了国搜院的电话 他的脸色顿时变了 这时卢尚哲也拿着报告进来了 好久不见的阿苏终于露面了 他被关在精神病院已经十多级了 调院长假惺惺地去探望 但阿苏却对他避之若美 调院长尴尬地走后 阿苏拖出床头柜在上面画画 调院长在门外看见又走了回来 他一看这幅画竟然是杀人的场景 调院长掀开被子床单上也画了两幅画 一幅是一个男人正在用搬手砸向女人的脑袋 另一幅是女人躺在血泊中旁边站着一个警察 慎杰石已经查出是谁给调院长发恐吓短信又是谁给他寄来戒指了 怎么也想不到这个人竟然是上学时一脸雀斑毫不起眼 现在却成了大明星的内戒 就在这时候调院长匆匆跑来了 慎杰石的助理帮他干了很多肮脏事也不用避讳他 调院长告诉慎杰石阿苏那晚在现场他知道自己杀了人 那天晚上调院长和多恩在郑宇家的仓库里苟且 正在信头的时候多恩看到调院长还戴着结婚戒指 小情人看见戒指肯定心里不舒服 多恩拽下戒指装作扔了出去 这下调院长吓坏了 戒指没了慎杰石知道他乱搞门活活扒了他的皮 他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正好多恩的奶奶给他来电话 多恩告诉他自己在郑宇家的仓库里玩 奶奶在电话里听到的男人声音不是郑宇而是调院长 调院长找不到戒指顿时恼羞成梦 多恩的这一巴掌彻底把调院长激怒了 然后他就死在了自己的贪欲之下 慎杰石交代调院长像什么没发生一样 自己来摆平这一切 内千怎么也没想到慎杰石竟然来找自己 慎杰石直接拿出了内千的另一部手机 这是十年前的旧款式也是多恩的手机 内千见他知道了也不隐瞒了 那晚大毛小毛爹去抛尸内千自己留在仓库里清理现场 外面传来汽车的声音多恩领着嫖院长来了 多恩觉得和情人在男朋友的地盘又会更加刺激 内千听到两人的对话赶紧躲了起来 两人进了仓库二话不说就开始了 内千躲在草垛里看了一场真人秀 事后内千看着多恩的尸体 他和奶奶的电话没有挂断听到了孙女的惨叫 这也成了郑宇蒙冤的证据之一 内千藏起了电话还发现了朴院长的戒指 接着他把凶器扳手也拿走了 内千把清理现场的工具都扔了只留下了扳手 他把扳手放在朴院长家门口按了门铃 朴院长看见自己的凶器吓坏了 内千从上学时就很阴险 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留个把柄 以后肯定有用上朴院长和慎杰石的地方 内千现在把这件事曝光出来 他想得到什么呢 当然内千手中的把柄不仅仅是这些 那天晚上他还录下了整个过程 宝英爸端着猎枪就冲进了大毛家 他痛斥着对方准备替女儿报仇 郑宇接到和雪的通知也赶来了 他劝着小毛爹冷静别把自己也搭进去 大毛爹还在狡辩是郑宇杀了宝英 宝英爸终于知道这11年自己错怪了郑宇错怪了他的妈妈 真正害死女儿的凶手是天天喝酒吃肉的好兄弟 宝英爸为了给女儿报仇对着好兄弟开枪了 大毛爸就这么死了 临死前他只含恨地说了三个字 玄玄玄局长 亲儿子大毛已经吓得木然了 郑宇哭得比大毛都伤心 你还没说那晚发生的事怎么就死了吗 窗外的小毛爹看着发生的一切 玄局长利用他的护子心切和宝英爸的冲动除掉了最有威胁的人 那晚发生了什么事吗 大宇中大毛小毛爹丢弃了尸体后慌张地往回开着车 小毛爹胆子小想把杀了宝英的事告诉玄局长 大毛爹和他争执起来不小心撞车 正巧被路过的目击者看到了 十一年后他证明了开车弃尸的就是这两个人 大毛爹不停扇着小毛爹不准他说出去 否则玄局长饶不了他自己也会活满了他 小毛爹不敢再说什么两人擦拭着车上的指纹 就在这时候有一辆警车路过 小毛爹捡起宝英丢在车上的手链匆匆逃跑了 另一边卢尚哲拿到了痕迹鉴定报告 科搜院证明宝英是被铁仙打死的 上面发现了大毛爹的指纹 玄局长当然不能承认自己也去过仓库 这时候老金慌张张跑进来 饭店发生了枪击案大毛爹被打死了 玄局长心里别提都美了 我的智谋堪比诸葛之亮啊 他的手机也收到了小毛爸的短信 你一定要遵守对我儿子负责的约定 警察们赶到饭店大毛爹早就死得透透的了 老金一看见郑宇就开始狂怒 老金完全不能接受郑宇不是凶手 在他眼里郑宇就是十恶不赦的 宝英爸跑回了家给骚婆留了言 杀了真凶终于给宝英报仇了 他看到警察已经包围了自己家 立刻拉上窗帘给玄局长拨过去电话 宝英爸让玄局长一个人进来要不就自杀 这么多手下看着玄局长只能大意凛然地进去了 玄局长进去后依然装作不知情 宝英爸从第一级被蒙蔽到十二级终于清醒了 他已经想明白了玄局长一直在欺骗自己 让玄局长进来就是要打死他 卢上哲从后门悄悄摸进来了 玄局长看到顿时又换了覆面孔 宝英爸被选局长的一顿表演忽悠晤了 他想起自己的女儿不由无力地摊倒在地上 宝英爸被带走了玄局长的命也保住了 但这时候必须要找个替罪羊对冤案负责 他当即薅着老金的脖领子就是一顿痛骂 都是你炮制了冤案才造成这么大麻烦 你必须承担所有的责任 老金这下彻底懵逼了 卢上哲开始审讯宝英爸 宝英爸交代是小毛爹拿着女儿的手链告诉他真相的 并且他还说了案发那晚的过程 郑宇的父母出国旅游 大毛爹把几人召集在一起喝酒 酒桌上他和玄局长吵架提前走了 随后惨剧就发生了 既然玄局长也在那喝酒没道理不知道出事的 宝英爸接着又承认了是自己把郑宇母亲推下桥的 当时在玄局长的操作下他被无罪释放 宝英爸不后悔杀了大毛爹可对不起郑宇母亲 他把真凶当亲人却把好人当坏人 小毛爹也被抓了 他告诉小毛只要把责任推在大毛爹身上 玄局长就能操作给两人缓心 那大毛是个障碍啊 小毛威胁着大毛不准把玄局长交代出去 要不玄局长弄死他比弄死蚂蚁都简单 胆小的大毛吓得除了哭啥也不知道了 审讯大毛爹是玄局长在外面听审 小毛爹把一切都推在大毛爹身上 是他接到了儿子的电话去破坏现场 也是他提出丢弃尸体 发现宝英还活着他二话不说用铁线打死了他 自己是在他的威逼下不得已才干的 至于那晚选局长是否也在他极力否认着 宝英爸是个酒懵子怎么相信他的话呢 选局长这么有身份的人怎么会和他们一起喝酒 外面的选局长松了口气里面的卢尚哲却很沉重 怎么能证明选局长也参与了呢 选局长近来义正严明地表示需要的话也可以调查我 本来他只是装装样子可卢尚哲不管那套 选局长表示那晚和前任局长在市区喝酒 这些人都是一丘之和肯定统一口径 卢尚哲有办法对付他们吗 不过选局长预感到不妙必须求助议员慎杰石了 慎杰石也看了警方的新闻发布会 选局长代表警方公布了案情并承认了十年前宝英之死是冤案 当时侦办的老金必须承担所有责任 老金是典型的公务人员代表 又无能又羡慕一旦出事就成了替罪的悲锅的 选局长和慎杰石见面聊着 宝英之死真相解开还有个多恩之死呢 两个政客开始交锋 慎杰石表示翻看照片时发现一个人很像选局长哦 说着他把阿苏化的仓库图给了选局长 这幅画证明了他当晚也在现场 这是慎杰石要挟选局长的把柄 他的要求就是不准调查多恩之死马上结案 选局长并没有被这幅画吓到 他淡定地表示阿苏说不定还看到其他人了 说着他也拿出了一幅画 这是阿苏化的慎杰石丈夫朴院长杀害多恩的情景 如果朴院长的脏事暴露慎杰石当不成议员了 现在双方都有把柄在对方手中 但选局长还有更劲爆的东西 他又拿出了嫖院长和多恩优惠的照片 真正的政客都是表面笑嘻嘻的背后捅你刀子 选局长十几年前就搜集上面人的把柄 今天终于用上了 话的话不能当证据照片可是能说明一切的 在这个回合的交锋中慎杰石奇差一招 不过两人不会撕破脸皮而是互相包庇互相利用 选局长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调离武川去水源上任 慎杰石当即做出了表态 自己就职后 选局长就是南部公安部长兼水源警察厅长了 选局长会把多恩的案子压下去的 他又提出阿苏该出院了 阿苏被软禁在医院其实甚结实用他当人质要挟而已 这场会晤圆满结束 两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接下来就是处理背锅侠老金了 老金还抱着希望选局长会保自己 可选局长表示这事太大已经瞒不住了 上面已经要派监察组下来调查 说着选局长拿出一张名片给老金 你现在辞职我安排你去当保安顾问 老金顿时如遭电击自己成了弃子 选局长一服舍不得他的样子 趁着监察下来你辞职还体面一些 否则查处你弄的那些伪证开除多丢人了 说不定还要坐牢吗 你辞职我替你接受骂名 这就是让老金独揽一切责任把自己摘出去 可选局长还是一服为老金着想的样子 另一边郑宇要去医院看望母亲 如上哲怕不安全要在他手机装一个定位软件 可拿起手机一看内谦偷偷给郑宇装了一个 他一直在监视着郑宇的行踪 如上哲很奇怪 就算内谦在喜欢郑宇可对这起案子太执着了吧 并且能感觉出他隐瞒了太多东西 案发当晚宝英他们四个人在仓库里 可偷看的阿苏画的是五个人还有个内谦 但是内谦在警局的问询说自己并没有去过仓库 内谦为什么要撒谎呢 这个一脸雀斑的姑娘隐藏着什么邪恶想法呢 郑宇的女朋友多恩是个贪图物质的女人 她第一次见到嫖院长就故意摔坏手机勾引她 一个贪图美色一个贪想安逸 两人当即臭味相投王八看了绿豆 内谦喜欢郑宇替她不止可又俘获不了她的心 那晚出事后内谦教唆大毛小毛隐瞒真相 可内谦出了仓库直接变成了一副害怕惊恐慌张的样子 她打小就有演戏的天赋 她跑到郑宇家要告诉出事了因为她想获得郑宇的感激 可郑宇已经醉得不省人事 她捡起郑宇的手机看到给多恩发的短信 明知多恩出轨的情况下郑宇还祈求她回来 这一瞬间内谦彻底黑化心态变了 既然得不到那我就毁了她在拯救她 丑小鸭对王子爱而不得 只有在她落难后眼中才能有自己 在极度愤恨和占有欲的侵蚀下内谦做出了无法理解的行为 丑小鸭经过摸皮龙兄拉腿变成了白天鹅 可白天鹅依然得不到王子的爱 除了封批和病交内谦什么也没得到 郑宇参加了宝英的葬礼 宝英爸在警察的压界下送别了女儿 调院长作为长辈也出席了 选举长见到郑宇假惺惺地拥抱了她 她表示都是自己不细心才导致郑宇蒙冤的 郑宇虽然对她有点怀疑但还把她当好人 唯一奇怪的就是当初警察为什么不继续找两人的尸体 看着她誓言淡淡要找出杀死多恩凶手 郑宇不由对选举长心生感激 不得不说整部剧郑宇根本不像高智商的优秀人才 真正有脑子的只有如上者 她去首尔找到了多恩的奶奶 把郑宇的声音给奶奶听让她辨认 奶奶表示她永远也忘不掉当年的声音 这根本不是凶手的说话 朴院长把阿苏送回了家 她和选举长两人都心知肚明 但谁也没表现出来 朴院长被老婆控着的死死的什么都要听她的 甚结是又比她大了十岁人老猪黄 所以朴院长见到个女人就忍不住偷信 那晚多恩领着她去郑宇家的仓库找刺激 两人一进去就迫不及待的开始了 可他们谁也没想到阿苏和内谦都藏在草垛里偷偷的观摩 事后两人因为结婚戒指的事吵起来了 多恩贪图朴院长的钱蛋一样瞧不起她 一面怕着老婆一面偷信有什么资格说别人 两人撕打着争吵着多恩威胁要报警 可他一扭头看见那千蹲在角落里偷拍 多恩想过去看看手机有没有开美颜长腿特效 后面的朴院长越想越生气还怕他报警 顺手拿起一个扳手对着多恩打了下去 这时候朴院长才知道害怕了 他哆嗦着用衣服擦掉扳手上的指纹然后跑了 这儿教给你一个道理 但了坏事擦指纹没用的必须把凶器扔海里 因为他没用所以内谦把扳手送到了朴院长家 朴院长看到扳手吓坏了 他突然想到凶暗地点是郑宇家的仓库 那干脆把扳手扔郑宇家吧 于是他开着车把扳手扔郑宇家门口的垃圾桶了 这个扳手也成了冤枉郑宇的重要物证 朴院长一回家就看到圣洁石恶狠狠地盯着自己 他已经发现了杀人后的血液 朴院长扑通就跪下了老婆饶命了 如果给你这么个老婆你要不要 朴院长身子累心更累啊 卢尚哲把多恩奶奶的话告诉了郑宇 你想想谁符合凶手的声音 郑宇想了半天也不知道是谁 毕竟他和朴院长并不熟悉 阿苏回家怎么也找不到话的话了 选举长告诉他被自己烧了要永远忘掉这些事 接着告诉他弟弟阿达回美国了 他之所以不说阿达自杀 是怕阿苏怒火攻心把真相告诉别人 阿苏是自闭正但不是傻子 他内心还藏着什么秘密吗 多恩的死会这么简单吗 里面还有什么没被揭开的真相吗 贝博侠老金不得已写下了辞职信 卢尚哲看不下去了让他像个男人一样面对 老金还在替选局长演示 他碰到这么个大案子急功近利才犯错误的 当年多恩奶奶多次说电话对面是个中年男人 可老金为什么诬陷是郑宇 凶器扳手上明明没有郑宇的指纹 为什么说他杀的人 刑讯逼供让郑宇承认了一切毁了他的人生 这一切是谁指使的又为什么这么做 老金回忆起了当年的情景 警方找到的所有证据都不能证明郑宇是凶手 可选局长为了保住儿子暗示老金就是郑宇杀的人 这种找不到尸体的谋杀案 没有铁证送到法庭都会判无罪 想让郑宇成为凶手缺的就是关键证据 老金这个愚中的二百五借故支走了看守的警察 他偷偷进了郑宇家随手偷了一双鞋子 接着把现场保英和多恩的血样撒到了鞋子上伪造了证据 第二天他趁着同事不注意把鞋子放进了鞋柜里 同事果然找到了沾有血迹的鞋子 这下能证明郑宇去过案发现场 再加上几人一番操作郑宇成了凶手 但这些话老金还是没说出来 他放好辞职信不由又想起选局长为了自保放弃了他 把所有罪责都推在了他身上 可选局长背后有一员甚结实撑腰自己能有好下场吗 老金担心成为被抛弃的老鼠被踹开的走狗吗 他告诉卢尚哲不要成为自己这样的人 自己也应该为做过的错事承担责任了 卢尚哲出了警局看到车上放着一个纸袋子 他打开里面是一双鞋和一张纸条 这是老金留下来的 纸条上写着郑宇被判刑的时间 判刑的第二天选局长就下命令销毁证据 老金虽然愚衷但不是傻子 这双鞋因为不合脚郑宇从来没穿过 如果上诉这个铁证反而成了炮制冤案的证据 老金怕被出卖一直藏着 现在终于派上用场了 卢尚哲重案组的兄弟给他提供了一个信息 当年多恩有个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他有一个普世无华又堪称路人甲的名字叫牛骨路秘密 重案组已经找到了他的住址 卢尚哲立即赶了过去 郑宇的母亲还没醒过来 何雪要离开武川的最后一次来探望 郑宇和他聊着天感谢着他对自己的帮助 可两人都没看到内谦也来了 内谦躲在门口看着两人 他的眼中露出了圣人的寒光 郑宇在医院碰到了内谦经纪公司的经理 经理告诉郑宇内谦一直爱着他到了疯狂的程度 可郑宇表示自己坐牢时只有内谦一个人去探望他 孤独让他对内谦有了依赖 但自己只是拿他当朋友而不是爱情 经纪人把这番话告诉内谦他顿时疯了 爱情不是赖上对方就能得到真心的 何况内谦是个大明星恋情更要谨慎 经理让他清醒起来赶紧回首而拍戏 可内谦已经完全疯了 经理也不惯着他毛病 一个小时内部收拾行李就和他解约 经纪公司要的是听话的艺人 外在大资源还是掌握在公司手里 小毛已经被送进看守所准备起诉 小毛爹求着郑宇血量解书原谅小毛的罪行 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指望他传宗接代 从来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强暴杀人气势陷害了对方还让对方原谅 原本以为圣母心的郑宇会答应了 但经历过人心险恶郑宇终于成熟了 如果真的原谅这些人估计郑宇他爹 都能从地下钻出来和他拼命 再说圣洁时这边 因为那天帮着他拉选票行事一片大好 这时候助理匆匆跑来告诉他出大事了 本来圣洁时和选局长谈好了压下多恩的案子 可没想到卢尚哲直接把案子弄成了异地办案 另一个城市的警局和重案组接管了 圣洁时这下慌了 助理给他出主意 现在最重要的是销毁一切与此相关的证据 卢尚哲根据重案组提供的地址到了牛骨路秘密家 他一扭头就看见牛骨路秘密最熏熏的出门了 他一对照手机就是他没错了 卢尚哲刚想过去一辆车急速驶来 跳下几个大汉就把他驾车上了 卢尚哲有点懵这是什么情况 他赶紧开车就追同时通报给了兄弟们 很快卢尚哲就追上了面包车 他一个飘移挡住了对方的去路 后面的警察也追了过来 车上的大汉撒腿就跑警察追了过去 车上还有个大汉玩手机玩的不易乐乎都不知道被警察抓了 不过这小子嘴挺应该死不交代是谁的手下 牛骨路秘密说多恩是个很爱炫耀的人 当年他帮了个有夫之妇买了好多昂贵的衣服 他炫耀说这个男人是武川医院院长 宝婆是有钱有势人家的女儿 不但给他买衣服还要负担他上大学的费用 可惜多恩转眼就赶了无福销售 那几个绑架犯也不交代 他们说是牛骨路秘密的男朋友闹着玩的 还没等再审呼啦啦来了一帮律师把他们包走了 看来对方的势力不小了 助理把绑架失败的消息告诉了盛杰石 虽然手下出来了 但不知道牛骨路秘密会交代什么 盛杰石一听赶紧实行第二套计划 他让条院长明天立马去外地躲风头 等自己处理好一切才能露面 条院长很不情愿事业就完蛋了呀 但盛杰石的仕途比他的性命都重要 那天这边还在回忆着郑宇的一切 他暗恋了郑宇这么多年多希望郑宇能看他一眼 可偏偏转校生多恩的出现打破了美梦 多恩长得很漂亮引起了全班的轰动 尤其郑宇的哈拉子都流出来了 内谦看到他的第一眼就有蒙重的危机感 关键老师还安排他两人做同桌 慢慢正与多恩两人搞到一起了 没事就撒狗粮撒的内谦心交如焚 俗话说秀恩爱死得快撒狗粮活不久 极度怨恨的种子深深埋在了内谦心里 好不容易盼到多恩死了现在又出来个河雪 内谦相信了大毛的挑拨以为两人正在恋爱 现在又到了内谦出手的时候了 内谦给郑宇拨过去了电话 郑宇挂掉电话不由响起了小毛说的话 内谦才是背后的策划者 他又想到内谦偷着植入软件跟踪自己 郑宇本来不想相信的但现在必须面对了 郑宇去了内谦住的酒店 内谦直接告诉他当晚自己也在仓库看到了一切 哪怕郑宇知道多恩背叛自己还在祈求他回来 这彻底激起了内谦内心的恨 在警局看到郑宇哭咧咧的样子内谦本来想说实话的 可郑宇还在关心多恩的下落让他彻底死心了 记得内谦第一次跟郑宇小团伙出去玩 郑宇见到内谦的第一句话竟然问他叫什么是哪个班的 内谦明明坐在郑宇的后面暗恋了他三年 郑宇的眼里连他的影子都没有 为了讨好郑宇内谦努力的读书还参加义工 可是郑宇从来没多看他一眼 郑宇进了监狱才让内谦开心起来 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去探望 郑宇完全属于自己一个人的了 爱之身成了战友欲 为了留在身边宁可毁了你 这是典型的偏执型人格很吓人的 不过内谦还没把郑宇砍掉 四肢毁了容圈养在小黑屋 说明他还可以抢救一下 不过还没等抢救内谦做出了更可怕的事 内谦告诉郑宇自己把多恩之死全拍下来了 如果你跟我回首尔就把视频交给警察 从此郑宇放下心结留在身边 你耕田来我支部幸福满满一家人 说着内谦就要对郑宇用墙 郑宇是见色忘义的人吗 他当即拒绝了内谦的无理要求 内谦见郑宇如此坚决让他喝了杯中酒 喝完后就会把手机给他 郑宇二话不说一口闷了 内谦不由笑了留下痛苦的泪水 以为了多恩竟然破解喝酒了 警局里卢尚哲认为多恩的情人就是嫖院长 他打电话想给郑宇求证可怎么也不接 郑宇这边已经犯迷糊了 不是他的酒量不行而是备下了安眠药了 他想去拿手机却一头在地上打起了呼噜 内谦告诉经纪人郑宇喝醉了 把他送回家就回首尔 经纪人一听很高兴扛着郑宇就上了车 可是内谦却让经纪人把车开到了和雪的住址 经纪人哪里知道还以为是郑宇家呢 内谦又借口剧本忘在酒店了把经纪人支走了 另一边卢尚哲去郑宇家发现他的手机没带 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内谦的 内谦已经彻底疯狂了 他不甘心和雪出现在郑宇身边 这次要彻底送走他 只要和雪死了 郑宇就成了嫌疑犯又要去坐牢 那样郑宇又成了笼中的小鸟属于自己一个人了 不知情的和雪回来了 内谦立即去厨房拿了把刀躲在门后 郑宇真开眼得知了内谦意图杀人嫁祸给自己 他当即给和雪道了钱 卢尚哲在旁边吃醋了 是我发现的是我救了牛 一股绚腻的气氛围绕着两人的笑脸 这是多么美好而温馨的场面啊 和雪实在受不了两人撒狗粮了 他背上包默默地离开给他们腾出了空间 从此和雪只身孤影浪迹江湖 卢尚哲两人回到酒店找那部手机 无意中郑宇看到了高中纪念册 上面满满都是郑宇的照片堪称变态跟踪指南 中间内谦的照片撬开了一角 郑宇揭开一看后面竟然藏着一张手机储存卡 储存卡里完整拍下了朴院长杀害多恩的全过程 郑宇看了又哭得哇哇的 终于找到杀害多恩的凶手了 选举长看了视频心彻底凉了 现在想瞒也瞒不了只能展开调查了 看来自己想跟着圣洁石升官发财的美梦落空了 圣洁石试图难保自己想办法脱身吧 朴院长不见踪影如上哲 只有让圣洁石通知他24小时内来警局 圣洁石的脸僵住了难道暴露了吗 朴院长没来上班 他看看四周无人溜进了朴院长办公室 一进门看见一个女人在屋里 郑宇谎称自己是来咨询的 那个女人也很慌张地上的包里还有满满的现金 女人惊慌地跑了连钱都没来递及拿 这个女人就是和朴院长偷偷摸摸搞外遇的小少妇 他跑上车告诉朴院长有人进去没拿到钱 朴院长也急了 没有钱怎么能摆脱圣洁石和小少妇私奔呢 他还想让对方再回办公室拿圣洁石却来短信了 你为什么还待在医院赶紧给我滚过来 朴院长一看老婆的监视无处不在啊 他赶紧让小少妇下车自己乖乖滚吧 内心被捕的消息震惊了全韩国 罪名是知情不报和谋杀未遂 另外还涉嫌威胁朴院长获得利益 这下他代言的圣洁石竞选团队也乱套了 选民的支持率瞬间下降了几十个百分点 圣洁石让手下立即展开危机公关 最主要的是让朴院长去自首 朴院长一听要坐牢慌了 他疯了班让圣洁石想办法救自己 要不就把圣洁石帮自己掩盖 还有和选局长的交易说出去 朴院长终于硬气了一回敢要挟老婆了 圣洁石的眼中不由露出了杀机 朴院长刚出门就接到了郑宇的电话 郑宇告诉他钱在自己手里 只要说出那天的经过就把钱还给他 两人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地点 镜头转向了阿苏这边 阿苏见到多恩的第一面就被深深的迷住了 闹了阿苏连着目睹了两起凶案 尤其多恩的死让他绝望 圣人的举动 他扛着多恩的尸体就回家了 温氏有个地下室是他的秘密基地 他给多恩整理好一容摆在台子上 就像白雪公主躺在水晶罐里等待王子的救赎 他每天陪在多恩的尸体旁看着他慢慢的腐烂 朴院长按照约定的时间去了见面地点 他先给小少傅发了短信 我拿到钱攒两就私奔 与此同时圣洁石也给他来短信了 我不会让你坐牢的你回家吧 朴院长还美着呢 突然一个蒙面男钻进了车子 蒙面男二话不说就一针扎在他的脖子上 没过几分钟条院长就彻底断情了 蒙面男用他的手机写了一段遗言 杀了多恩后很害怕不敢告诉老婆 现在决定自杀赎罪 接着蒙面男给条院长尸体灌了几口酒 然后点着了木炭离开了 也不知道注射的什么药剂看起来是烧炭自杀 郑宇也到了 他给条院长打电话怎么也不接 他给如上者打了电话说了情况 他在停车场找着看见充满了浓烟的车子 郑宇奋力砸开车窗把朴院长拖了出来 他的尸体已经被熏到七成熟死透了 我好奇的是多恩的尸体还藏在阿苏家吗 是保鲜的还是变成骨头了 那些坏人的下场会怎样 事情还会不会有反转呢 只有等到最后一集大结局才能知道 警察感到是朴院长已经死透了 根据现场的遗书初步认定为自杀 慎杰石和手下商量着如何写一份生情并茂的导文 既能摆脱自己的责任又能体现出对丈夫的深情 但人民群众不是傻子不会总被这些政客蒙蔽 任凭慎杰石的演讲在天花乱坠还是被看出了真相 选举长这边也不好过 经过尸检证明条院长是被人谋害伪装成自杀的 选举长知道慎杰石自身难保更当不了自己的保护伞了 他郁闷的回到家找不到阿苏 他跟着声音走过去发现了一处密室 连选举长都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个地方 选举长好不容易撞开门却被里面的情景惊呆了 阿苏死死的护着一具干尸 死了11年的多恩尸体不但没腐烂还变成如此纯粹的干尸 以我的经验这肯定不是自然形成的 密室在温室的地下潮湿而闷热还没有空调 尸体放在这只会腐烂得更快味道更浓郁 阿苏应该自学了尸体处理 使用了脱水腌制防腐一系列手法做成了绝版木乃伊 实在是收藏观赏把玩的必备技能 选举长彻底惊了 自己费了这么大劲就是想掩盖真相保护儿子 甚至期盼一辈子找不到多恩的尸体 可万万没想到竟然被儿子藏在自己家里 选举长策划了11年的阴谋 被儿子的特殊癖好彻底暴露 他现在叫天天不应叫弟弟不灵彻底没招了 只有毁掉尸体才能救儿子和自己 另一边大毛把整个事情的真相告诉了郑宇 后知后觉的郑宇才知道真正主谋是选举长 他怒气冲冲的去找他算账却碰到跑出来的阿苏 郑宇赶到时选举长已经准备焚尸了 选举长不能让小儿子因为藏尸罪被抓 可郑宇不听他的辩解只想为自己讨回公道 却被选举长一家伙砸地上了 接着选举长又给了他一下 都最后一急了郑宇还是逃脱不了 急急挨揍的命运 选举长点着了多恩的尸体 这时候阿苏也冲进来了 郑宇一看阿苏有同归于尽的想法 赶紧把他拖了出去 选举长关上了密室的门 又从里面牢牢地顶住 他突然有了以死谢罪的想法 但郑宇不能让他死啊 他冲进去把昏迷的选举长拖了出来 要让他活着接受法律的审判 那天因为绑架及杀人未遂被判了刑 不过他有钱办了的精神病症 住进了景色如画的精神病院 甚结是竞选失败 等待他的是法律的严惩 郑宇的母亲也终于醒了过来 经过法院重新审理 他也被洗清了冤屈 选举长坐牢了 卢尚哲和郑宇也圆满了 阿苏跟着郑宇母子生活在一起 郑宇在30岁的时候终于上了大学 最后一集就这么匆匆完结了 郑宇在30岁的时候